大家好 我是關亞迪 我是張宇偉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 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每周映平 我竟想讓我的家人活下去 好 那今天我們第一部電影 要聊流浪地球 因為那個我們之前呢 錄了一期那個春節檔電影的前瞻 是的 對 我們是按照這個電影的偏長來的 那麼OK 我們現在正好可以對應一下 就是過完整個春節檔之後 我們當初的這個前瞻 現在看看有多少是對的 偏長是多少 173 對 流浪地球二它偏長是173分鐘 是今年春節檔這個電影偏長最長的時間 好吧 按照每周映平 我們的老習慣 我們還是打個分吧 好吧 打個分 那這個好像沒有什麼爭議吧 沒有什麼供應 不得不看 不得不看 看這段視頻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朋友 還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還是跟大家說一下 這是流浪地球一 雖然是續集 但故事層面上是它的前傳 對 對 對 這是基於大流的一部 應該是中篇小說 對 然後目前來看是 中國科幻電影改編 應該是最成功的代表作了 好像都不用之一了 對 因為你也沒有什麼別的例子 來舉出來當反例 有反例咱就不提了 我自己有很高的預期 但是沒想到這個預期不但滿足了 還是很多很多角度超出了我的預期 我先簡單這麼講 對 因為那個流浪地球2 其實在電影上映之前 我因為工作關係 就看過它的不同版本的粗簡版本 所以說我在這之前 其實對這部電影就已經有了很高的期望 但是等大年初一 它供應的那天 我買了IMAX版的票去看 我在IMAX聽還是被深深的震撼了 就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我是一個期望值已經被調高的觀眾 但是當我看到最終完成的版本的時候 仍然被 我都不是說是驚喜 我是被震驚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完成度非常之高 高到就是說 我即使已經看過粗簡版本 我仍然被最終完成版所震驚 說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中國電影在過去三年四年 經歷過一個第五期 但是有這麼一幫人默默無聞 然後在這個第五期 所以幹了這麼大一件事情 就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說流浪地球一 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打開了中國科幻電影的大門啊 那麼流浪地球二 它不單是科幻電影這個類型上的一個里程碑 它放在整個中國電影史的這個 維度上來說 流浪地球二 都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我在看完流浪地球二之後 那個一個非常興奮的感受 同時也非常的感慨 就是沒有想到就是四年時間 郭帆導演和他的團隊 能夠把這個科幻電影這個特性的類型 在中國電影這個範疇之內提升了這麼多 其實提升了這麼多 是能夠帶動整個行業 或者在整個相關的 涉及的相關的其他一些工業水平 都一起的提高了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對 因為你看流浪地球一的時候呢 我們會說啊 因為那個時候是從零到一的 這麼一個突破 它只要能完成了 就會受到很大的關注 而且何況它完成得非常好 對 我們在中國電影範疇裡來說的話 我們會覺得流浪地球一 是中國科幻片的一個巨大的突破 那麼到了二的時候 它就不僅僅只是局限在 中國科幻電影這個範疇裡面了 它是放在整個中國電影 這個大的範疇裡 流浪地球二 它都是一個巨大的跨越式的進步 為什麼呢 它不僅僅只是對電影行業 帶來了這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連鎖反應的提升 你要知道流浪地球二 這個體量的製作 它可不光是靠中國電影 這個體系能完成的 它一定是帶動了非常多的 中國工業體系 然後加入到了電影製作的 這個環節之中 就是你看舉個例子 就流浪地球二裡面 大家看到了非常多的 這種就是那個機械設計 然後包括那些特定的道具 一萬多件道具 一萬多件道具 這些道具 我因為工作關係 我是親手拿在我手裡看過 也摸過 就是這些機械類的道具 它的這個設計製作 已經非常的精細了 精細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你認為 你拿在手裡看的時候 你會認為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 可以被製造出來的 上面的每一顆螺絲釘 每一個細節 就是比方說 它都是採用金屬CNC 那個夾工的 就是樹木正常夾工的 每一個導角 就是全部是按照 現在的最好的工業幫忙來製作的 上面甚至還有那種二维碼 我出於好奇 我還掃過那二维碼 能掃出來 上面有編號 大家注意啊 因為小北他也是科幻 不只是科幻電影的愛好者 也是科幻電影的導演 編劇 所以他一聊到這個東西 他會進入到特別具體 會拿聊得非常的細節 其實最重要剛才講的 就是不只是中國的標準 我覺得即使放到目前 全世界範圍內 幾乎就是最高水平的 各道北美市場 好萊塢代表的科幻電影 他整體的水準 也應該是開始進入到 可以像匹敵 可以放到一起去 進行對比的一個水平了 對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用國班導演的話說 《流氧地球2》是一個 這個叫做高密度信息流電影 他呢 就是作為一部科幻電影 放在整個的全球 科幻電影的這個範疇 來衡量的話 他現在都已經進入到了 這個一流水準 就是可能在個別細節上 我們可能跟那個 好萊塢最好的 那科幻電影 有一些些微差距 但是注意啊 這已經是在同一個層級內 相比较的這種差距了 他已經沒有層級的差距了 我記得第一集的時候 當時還是跟一些知名的 科幻好萊塢的導演 可以進行一些對話 是一些人家可能非常算是尊重 科琴一下 跟你做一些對談 但是我覺得這一部 可能 郭帆導演真的是可以 在全球的科幻領域裡面 他可以有一個自己的位置 他可以有整套的解決方案 還有自己的代表作 我覺得可以腰板硬起來 這是一個靠自己 你說帶隊可能上千人吧 幾千人 這應該上幾千人吧 你看完了嗎 片尾字幕你看完了嗎 我看完了 那是在幾千人吧 片尾字幕一共有180瓶 每瓶200人 你自己算 哇 所以說這是一個整個一個 所以它帶動的不是電影行業 它是把周邊的比如說 設計機械製造 3D打印 汽車設計等等等等 各行各業的人才都聚集到一起 簡單的說 還有科學顧問 大家經常說說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 最完整的工業國家 通過流浪地球二 我們的觀眾就可以切身體會到 什麼叫最大的工業化國家 這部電影中所用到的 非常多的細節 已經超過了中國電影體系 所能提供的支持 我舉個最簡單例子 有去過片場嗎 你去了片場 你一看就知道 這次那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徐工徐工祝你成功 就是那個徐工集團 給他們提供了 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數量的 那個就是特種工程車輛 全部是採用那個 就是電影的塗裝 我到了現場之後 我看了呀 我就震驚了 就是那些特種車輛的數量 這屬於 真的是屬於那種 就是說那個 鑼鼓喧天採漆飄飄那種數量 你也看不到邊那種數量 這個有一個最大的 跟一般電影劇組的 本質的差別就是 以前呢我們叫 浮花道部門 現在呢我覺得這個電影 它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把這讓你說的道具啊 這些使用的車輛 它變成了產品思維化 它變成了可以批量的供給 或者自己設計 我剛才說 甚至3D打印生產 都是拿到你手裡面 它是一個產品了 它不再是個假的 當然不存在 那是個未來的東西 但是說嘛 它最重要的一個特點 我就是要跟大家好好聊聊 就是關於這像一個未來 一個紀錄片一樣的風格的 一個科幻類型 就像是真的一樣 這一點呢 那個就是硬錢的宣傳的時候 共產黨也反覆提到過 就是《流浪地球2》 它的這個電影風格 或者說它的這個電影的 核心的理念 就是叫做未來紀錄片 也就是說這個電影 雖然是講的是一部科幻片 講的是一個發生在未來的故事 但是整部電影的基調風格 包括它的這個 很多的視聽語言的手法 它採用的是這種紀錄片的方式 所以說我們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們會感覺到 有一點點看那種紀錄片的感覺 這個風格呢 其實也不光是這個 《流浪地球1》自己的獨特 是因為它是在《流浪地球1》 結束之後 跟那個劉慈欣老師 曾經溝通過 然後他們最後 共同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就是說這部電影 採取了一個叫做 未來紀錄片風格 所以說大家在這個電影裡面 會看到 未來的歷史的記錄 對 因為《流浪地球2》這部電影 終於做到了 其實我個人也非常認同 也一直在努力實踐的一個方向 是什麼呢 我們開始在一個電影的領域裡面 用視覺去構建 未來世界裡面的中國人 他的生活方式 和他們中國人的樣貌 是什麼樣子 這是我特別興奮的一點 對 所以我的核心的一個 看完這個電影的觀點 或者感受 就在於它的東方式的 一種人文的一種觀念 和一種情感傳遞的方式 我看到很多網友說 這個很西方 我說沒有啊 我看到的是都特別東方 當然更不用說 我覺得地球 對於很多中國人觀念來說 是最大的宅基地 反正咱要搬家 帶著地球一起走 如果你不了解這個故事 很簡單 兩三萬字 這是一個中篇小說去看一下 你會更享受這個電影 所以說 我就說 這是特別東方的一種科幻人文表達 終於有了 在電影中 《殺意》扮演的這個張鵬 是這個 吳京扮演的這個 劉河強的這個師父 對 師父這個概念 就是中國電影裡面 或者中國文化語電影裡面 很特定的一個這個關係 就是什麼叫師父呢 就是說 就是你過去啊 中國人拜師 其實就是等於說 要把師父跟父親 是同等地位的一個尊重 是的 而且在電影裡面呢 就是《殺意》扮演的這個張鵬 他實際上等於是 用師父的身份 一直在 在替代那個缺位的父親的形象 然後再照顧著劉沛強 他的一路的成長 國人的情感一般來說 是比較含蓄的 不像那個西方那樣 見面一定要擁抱 然後還要那個說 我愛你 中國人可能不習慣這種表達 所以點三項這個 就是讓我想起了這個 孫悟空和他師父這樣的關係 就當當當 夜裡三點來找我 沒有我這點三下是什麼 是我小時候太皮了 我的初中英語老師 都是老戳人把你戳走 用腳踹走 那個就是老師對學生的批評 這其實是白斬堂的奎華點選手 今天聊這期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二刷過《零浪地球》 我真的發現高信息流電影 就意味著每個鏡頭畫面 它的信項非常豐富 你二刷得到的那種愉悅感 會高於一刷 電影裡面那個就是 空間站墜落之後 然後那個張鵬 然後去醫院找那個劉培強 那個長鏡頭 你有印象嗎 拍那個鏡頭是我在現場 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最大的體會是什麼呢 什麼叫高信息流電影 那個現場的那個製作規模 我第一眼看過去 我在對於電影來說 我不算是孤陋寡文的人 但是我當時的感慨就是什麼呢 就是好萊塢的AG製作 也就是這個良情 而且在這裡呢 我還得專門的替那個聲音部門啊 就是大聲呐喊 王丹榮 王丹榮老師 朱元鋒 就是因為這兩位老師 那個平革 那個19年平革 《流氧地球1》拿了金擊獎 最佳錄音獎 就是我在這裡必須要提醒一下什麼 因為咱們很多普通觀眾 在看電影的時候 是意識不到聲音部門的工作的 是 就是這個其實是一種表揚和寶獎 為什麼呢 因為當觀眾意識不到聲音的存在的時候 就說明這個聲音 參與敘事程度之深 已經完全融入到了電影本體之中 以至於觀眾 我們的觀眾可能意識不到聲音的存在 但是為了做到這種 就是說把聲音化為無形 化成故事的有機部分 實際上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多努力的工作的 我倒是覺得到設計感 聲音方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最後他們去月球嘛 這麼多飛船去了 大家注意一旦到純月球場景的時候 它馬上它那個靜密感和它所有聲音出現 它是符合物理學的一些邏輯的 對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有月面基地的戲是什麼呢 我跟王道仁老師聊過 他說這個 因為導演比較堅持 月球沒有大氣層 導演比較堅持真實感 紀錄片嘛 所以說就是月球是真空環境 你就不能有聲音 但是電影裡面沒有聲音 這就是技術故障 怎麼辦呢 他想了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這是我看這麼多科幻片 很少都這麼處理的 是因為你曾經給過我一個鼓傳道耳機 你記得吧 鼓傳道耳機是可以通過固體傳聲音的 所以說在月面基地的聲音處理 都是按照這個固體傳道聲音的技術方式去處理 所以中頻低頻 高頻就削弱 然後那個低頻強化 所以那場戲的聲音效果是非常的真實 對 為什麼我說這個電影是說值得就是一刷再刷的 裡面特別多的細節 因為背後融合了非常非常多工作人員的這個心血啊 咱說個最簡單的道理 開場的時候 年輕的劉沛祥在那個優移季基地 也就是練習打無人機什麼的 對吧 大家注意啊 這場戲是在青島拍的 這流停機場嘛 對 青島的緯度是多少 北緯三十六七 電影中的這場戲是發生在家族 它是在赤道上 對啊 就那麼一個外景 就是還有個環繞鏡頭 涉及到太陽的角度問題是嗎 對 涉及到太陽的角度問題 就這場簡單的 有的視效改 就不是 就一個鏡頭啊 不是馬上視效啊 攝影部門需要用吊車吊了非常多的燈上去 在畫面外是一個U型的燈陣 要模擬赤道的頂射陽光啊 哇 所以說大家 就是那個鏡頭你看著簡單 它實際上鏡頭外委婉了燈陣 所以這部電影為什麼說耐看 剛才舉的這個流亭氣場的例子 剛才還有所有的月球的相關的戲 都非常值得看啊 這樣的一部電影 幕後所融合的這個工作量 真的是驚人的 但是帶來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這部電影真的很值得耐看 尤其對客迷來說 我相信啊 隨著你們觀看次數的增加 你們會有更多的驚喜 還有一個就是 我看到的確有人也是 我很奇怪 很多想法跟我不一致 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講這裏面三條故事線往前推進當中 有人都覺得這部片 是不是過於的英雄主義啊 我說沒有吧 我說這裏面 為什麼要三個主人公呢 特別是裏面講的更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團結 而且講這個叫大難當頭 是吧 叫擔當 這些其實都是中國獨有的一些價值觀 對吧 你看就像是那個 沒有那麼英雄主義 李水健老師扮演的那個周哲職 是那個聯合政府裡面的中國代表 對 他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 就是那種關於那個古古的照片 一萬五千年的古古 對 那張照片 以及那個關於古古的故事 就非常點皮的講出了流氧地球 整個系列的一個核心精神 對 是什麼呢 就是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 就是 劉慈欣老師在這個原著裡面 曾經有過這麼一段話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們身為人類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不管結果如何 我們可以自豪的死去 因為我們作為這個宇宙中 那個就是一種智慧的存在 嗯 一種生命的存在 我們在這個尺度 如此浩瀚廣袤的宇宙之中 嗯 留下了我們身為人類的痕跡 嗯 這個是一種非常驕傲的精神 而且在這部電影之中呢 羅浪地球二 就有是真正的 我認為是中國科幻片 提出了一種方向 是說 我們終於超越了 我們當下世界的 這些種種的紛爭 嗯 民族意識形態 國家階級貧富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再一次意識到 我們身為人類 身為人類中的一分子 我們該怎麼樣去共同面對 這個人類 叫做人類命運 共同體 這個議題非常 是的 而且呢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怎麼說實際上 還都是中國人主導 對不起 這真的是個中國導演 拍的一個中國的題材的電影 那麼在全世界裡面 分歧都有啊 美國也有不同的意見 現在都有意見 最終我們大家是 結局 要看整體的故事走向 是全人類團結起來 對 包括怎麼引爆了月球 還怎麼樣處理了各種危機 只是說這是個中國電影 所以主要的角色 是幾個中國角色而已 中國人的角色而已 對 就是嚴格說來呢 我們這個電影其實是在用中國人的視角 在講述未來的歷史 就是在這個未來的歷史之中 必然會有其他視角的存在 比方說在這個電影之中 我們看到來自全球各國的 這種就是語言的存在 對吧 對 比方說在電影《流氧地球2》裡面 有個非常非常煽情的段落 就是張鵬那個 在最後要炸毀月球的時候 對 張鵬站出來說 中國航天員大隊 50隊以上初戀 對 中國航天員大隊 這個電影中的一個類似 很多個人都非常感動 但是在之後 你仔細看 全球各種人類都會這樣 然後 甚至包括了像泰國 像包括了斯烈等等 這樣的國家 所有的國家都把他們 對上的對話都叫做 所以說這個是咱們所說的 叫做人類命運共同體 或者是說 就像在電影中出現那塊封碑一樣 是 為全人類 你注意到吧 那個月球 有不中語言 上面有不中語言 For all mankind 中文也有 中文寫的是為全人類 我自己還有一個 最大的這個電影 非常欣賞的是 他對於原著文本的超越 超越的具體的體現 就是在圖恒宇 劉德華扮演的這個角色 他引出的一條 數字生命的這個命題 在科幻小說裡面 常見 但是在科幻電影中 放到這樣的全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命題之下 按照原來原著 並沒有展現的這條故事線 它豐富 變成一個新的支撐結構 我覺得讓我覺得 放在這恰入其分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集 比第一集 提升一大塊的核心原因 對 而且你會能看到 就是在第二部呢 因為這個它作為一部成功的 這個中國電影 它在這個製作上提升了之後 它在敘事上 也明顯的有了野心的提升啊 要知道這部電影有三個小時 就是三條故事線同時推進 然後相互交織 相互有促進 最後還能夠匯總 這個在敘事上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三個小時你什麼體感 我完全沒有覺得這電影有三個小時 大家要知道 在春節檔 你做一部三個小時的電影 其實是面臨著巨大的市場壓力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對於國防導演和片方來說呢 他們其實是真的做了一個非常勇敢的選擇 就是我要把這部電影完整的呈現給觀眾 即使我面對巨大的市場壓力 我仍然要把它完整的呈現給觀眾 對 而且從最後的效果來看的話 就是咱們不能說它近山近尾 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百二 不能這麼說啊 但是這個電影基本上已經做到了 大大超越了當下中國電影的這個水準 我個人認為啊 除了國防導演和他的團隊之外 中國沒有其他團隊 能夠排除流氧地球這種水準的製作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它涉及到一個非常複雜的 資源調動和資源管理的能力 大家值得你的這張電影票毫無疑問 但是我們剛才也說了啊 就是推薦的這部電影 不得不看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我追加了一個 就是說 除了剛才說中國式的 東方的人文精神跟科幻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它也超越了文本 而且呢 它真的是給出了一個全新的 原著沒有的一個數字生命的一條線 很恰恰細分的放到了流氧地球這個故事當中 好吧 這個是這個電影 我覺得它的不只是說它耐看 驚得起看 它整體的表達也非常完整 我個人的推薦理由呢 就是除了這個電影 是一個非常精良的 這麼一個中國電影 而且是製作水準遠遠超出了 當下我們能看到中國電影的這個水準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科幻迷 我也一直在非常強調 就是科幻電影對於中國人的重要性 是因為我們在流氧地球一和二這兩部電影之中 我們真正的看到了一個真實可信的未來世界之中 中國人 東方面孔 是怎麼樣在那個世界中努力生活 努力為做出自己的貢獻 努力為整個人類的命運而奮鬥的這個故事 也就是換句話說 隨著這樣的電影越來越多 我們的我們這一代人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孩子們 甚至全世界的年輕人 他們會慢慢地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們用影像構建的未來想像世界之中 不再是全部是西方人一統天下的這麼一個世界了 或者不再是湯姆克魯斯那種孤單英雄 對吧 就特別對應那個 他對應Top Gun最新的這一集 對吧 不再是那樣的故事了 對對對 看的是群像的故事 就是在一個影像構建的未來世界裡面 我們將會看到中國人是他們的面孔 將慢慢地開始佔據 或者說充滿了我們年輕人 或者下一代他們的腦海 當我們再去想像未來的時候 那個世界是繽紛繽紛繽紛多彩的 非常豐富的 它在某某種程度上很大的彌補了我的一個遺憾 我覺得這個是我特別值得給大家推薦的 大家都知道《雷昂地球2》裡面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科學顧問團隊 這些科學顧問我很多我也都認識 這些在各個領域著有成效的這些科學家 為什麼會願意參與部電影呢 他們大部分絕大多數 都是因為在青少年時期接觸了科幻 成為了科幻愛好者 他們把這種科幻的愛好一直延續到現在 然後當他們得知自己有機會參與部 中國科幻電影的這個創作的時候 都非常興奮 不計條件的就是投入了這個電影的創作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 我自己對這個電影之所以給這麼好的評價 其實內心還有一個單方面的個人的一廂情願吧 我是覺得因為劉慈欣電影改編 目前真的僅此只有這一個是比較好的改編的代表作 目前電視劇版的三題目前看著評價 正在更新當中還不錯 拋開那個電視劇前不談 在電影當中 我覺得我希望他能夠把大劉 劉慈欣應該中國科幻作家裡面 最有代表作代表作最多水準最高的 未來能有更多的好的改編作品能夠推出來 至少在過去十年 這條路走得好難呀 這是咱倆都身在其中親眼所見 所以這是我一廂情願的一個祝願吧 希望能夠通過《流浪地球2》的上映改編 能夠把它更多的作品都影視化 科幻呢實際上是他能夠很好的讓大家調動起一種想像力是什麼呢 未來我們應該深處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我覺得這一點對於咱們的中國觀眾來說 尤其對年輕的觀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我特別希望劉慈欣老師的更多作品 能夠被改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好吧 反正我們聊這麼多啊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電影雖然講的其實是表面是有很多災難的場景 但它真正的是一個純正的升級的 全面升級的科幻中國科幻片的最高水準 並且它我覺得代表著未來的希望 就曉筆一直說的內懷著希望 所以我覺得當然是我是不得不看給大家一個兩個推薦 趕緊去能去影院 對 RMAX最好 杜比影廳也很好 Signity也行 都可以 你看過Signity版 我看過了 然後我講這樣的那個 趕上了拖影啊 中影的領導不好意思啊 那個都是這個人 都怪這個人 我本來想去看Signity版的 但是他看的時候趕上方形試過了 然後我就打了退堂鼓 我就看了第二面RMAX 我去青島僅有的好像兩家Signity廳 我就不說哪家 我也不想指責那家電影院 因為觀眾暴走 我就直接開罵了 我也趕緊安撫 我作為一個從業者 我說讓他們趕緊調調 就錯過了五分鐘 把它又調回到五分鐘之前 觀眾才平息繼續看下去 總之反正不得不看 好吧 希望我們期待第三步早一點 我這就說嘛 就是兩部流浪地球 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台詞 希望是我們這個時代 比鑽石還要珍貴的東西 它原詞是說像鑽石一樣珍貴 但我認為 在我們現在這個觀眾的呼應來說 希望是我們這個時代 比鑽石還要珍貴的東西 我們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永遠不要放棄對電影的熱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流浪地球2 對我來說在這個時期 是一個有特別含義的電影 所以我是對需推薦 是的 作為觀眾 也可以借用裡面一句台詞 希望等到流浪地球3公映的時候 大家都能給一個回應 用電影票告訴導演 告訴主創說 我們還在 我們一直在呢 好吧 別等到3了 別等到3了 先把2先去看了 先保證2不賠錢才能有3 你等到3 那等到什麼時候了 就是有機會啊 二刷吧 好 那我們關於流浪地球2 先跟大家聊到這 拜拜 說廢話 還是那個就是潛水那場戲 然後那個機器狗笨笨 你是個軍犬啊 他在很多觀眾有誤解啊 就是他在那掙扎 然後就說那個說 有人說笨笨 你是條軍犬 言下之意是什麼呢 這時候你不能慫啊 然後下一個都是什麼呢 他其實是被踹下去 對對對 然後電視裡面還有一個慘叫 大家細聽啊 就是有那個笨笨那個慘叫 光一腳給踹下去了 幹活吧 就這種笑點真的 我覺得都蠻直男的 我就如果讓我給點這個小批評的話 我就說對不起 這是導演的個人直男的這種趣味 你知道 這次要聊我們的國師啊 張藝謀導演最新作品 滿江紅 對對對 那個從我來說 你別生死了 這次要聊我們的國師啊 張藝謀導演最新作品 滿江紅 對對對 那個從我來說 我一般來說 我不願意用國師這個稱呼啊 這個是網友的戲劇稱呼 但是咱們作為咱們這個節目來說 我們還是應該很正式很 張藝謀導演 對 我們親切點 是我們的前輩啊 前輩 真的是人家是進入史冊的電影人 好吧 而且這是這樣的 就是作為第五代導演 40年風口浪尖 一直在創作一線 就是說從我來說呢 我現在對他就是 今天他已經 張藝謀導演已經72歲了 從我來說 我對他已經是越來越尊重了 因為放眼整個中國電影行業 72歲還能還能夠 衝在這個創作一線 對 而且不斷地突破自我 對 僅此一點我們就已經 所以聊片子之前 要是要多聊兩句 一謀導演 不是因為他勤奮 我們要去尊重他 而是他勤奮的同時 他依然保持了高水準的創作 對 而且很穩定 來吧 你先來 我先用我來 好吧我要給一個偏心 如果客觀講 一個推薦就夠了 推薦觀看 但是我真的是硬要給不得不看 有我特殊的理由跟他講 不得不看 你看我也是跟你一樣糾結 這個就是默契了 其實那個蠻家宏這部電影 對我在我這來說呢 他其實是4.5星這麼一個水準 4.5星就是就卡在這了 不上不下 但是我還是覺得給推薦觀看 但是這部電影呢 我仍然認為是 咱們整個春天黨裡面 其實也不用我認為了 現在的票房 事實用投票已經認為了 大家都這麼認為 票房已經擺在這了 所以我覺得我也就不需要 再緊張填花了 對吧 要理解這部電影要回到20年前 2002年的那部英雄 當時呢 那個主題都是刺殺的故事 當時說殺就是不殺 一直到20年後 它又是一個刺殺的故事 是殺無需再殺 就這背後複雜的意義啊 又再慢慢聊 我是覺得 張一謀導演 在這次做了一個 在非常帶著料靠 也要起舞的情況下 他就用最大的努力去做了 他的完整的表達 而且思想做了很大的轉變 我關注滿江洪這部電影呢 實際上是因為這個電影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創作人員 就是原创劇本編劇 陳瑜老師 陳瑜老師 陳瑜老師跟這個張一謀導演 已經第三次合作 已經第三次合作了 他這個緣起是什麼呢 最早的時候 那個陳瑜老師 創作了一個劇本 叫做《尖如磐石》 然後那個張一謀導演 看到之後說 OK這個劇本我要拍 然後後面呢 就跟陳瑜老師 又連續的合作了兩次 他在籌備滿江洪的過程中 插了個劇集照 是 所以也就意味著 滿江洪這部電影 其實已經籌備了兩三年 那麽長時間了 而且我覺得就是 滿江洪這部電影 其實在整個故事的氣質 和特質上來說 就是陳瑜老師的痕跡 其實是留的非常鮮明的 就是陳瑜老師 和張一謀導演合作 碰撞之後 誕生了這一部 無論是從這個 就是電影本身來說 還是從市場的反响來說 都是張一謀導演的一個 算是代表作之一 不算是最好 但是是個代表作之一 所以說 就是我在看這部電影之前呢 因為大家一說到這個 古裝喜劇懸疑 這麼一個東西 你肯定必須想到三槍拍眼睛齊嘛 所以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下呢 我會想說 你說沒想到滿江洪拍成了 這樣的一個呈現的樣態 還是你 我對滿江洪這部電影 充滿了期待和好奇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看過 《尖如磐石》的劇本 咱倆一樣 這件事咱倆一樣 《尖如磐石》的劇本 給了我非常大的驚喜和震驚 我說我非常期待 看到這部電影啊 然後再加上狙擊手呢 其實已經是一個 雖然是一個 有點急有章的 這麼一個東西 但是 在《狙擊手》和《悬崖之上》 這部電影已經呈現了 張艺末導演在最近這幾年的一個 新的創作周期裡面的一個方向和可能性了 所以我對滿江洪這部電影 其實我是充滿了期待的 但是當我看到這部電影之後 它仍然超過了我的期待 從類型角度來說 它是個懸疑類型 懸疑類型裡面 它不斷地翻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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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59分鐘 就當然把片尾字幕刨了 可能150分鐘左右 每三四分鐘左右就翻轉一次 一直在翻轉 然後我在看到大概兩個小時左右的時候 我都很震驚 我說 你知道後面還會轉 對 因為我知道 我說 都這樣了 你還能怎麼翻轉 它還可以 對 它還可以 然後一直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我說 這個故事就是 從這個給觀眾的這種觀影的體驗來說 其實劇作層面帶來非常大的魅力 再加上張艺末導演非常成熟的 對於演員的這個控制和調度 對於影像的控制 對於整個電影本體的控制 因為張艺末導演這麼多年了 這個經驗在這擺著 一個好創意 一個好故事 一個好導演 加一群好演員 合在一塊兒 就成就了這一部 就是超過了我期望值的這麼一個就是電影 我為什麼要給兩個推薦啊 就我感覺到的 不只是超出期待那個維度 然後這次我覺得 當然就是你說 陳瑜老師他給了一種新的一種劇作結構 而且用張艺末最近特別連續幾部都很擅長的一些小切口 像狙擊手啊 像這種拍法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次他居然能還把喜劇演員 小沈陽是扛不住的 但是沈騰就完全不一樣了 加上他對小月月的整體上 居然是一個探案懸疑故事和喜劇結合的 我覺得是有面目一新的感覺 這是給我的驚喜 最早的時候那個就是那個陳瑜老師 他創作這個劇本啊 是一個實時電影 是一個很肃煞風格的應該是那個 不是叫實時電影 就是電影裡面兩小時 影院裡面也是兩小時 就是螢幕上的時間是實時流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早規劃的時候是一鏡到底的 天亮之後還有半小時 沒有沒有沒有 在最早劇本裡面沒有 最早劇本裡面是一個實時的 就是一鏡到底的 一鏡到底的這麼一個電影 這個從藝術創作來說 層面上是很大突破啊 但是後來就是張艺末導演 他做了一些調整 這個兩個調整我都能理解 第一 他不再決定拍這個一鏡到底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一鏡到底的電影 不管是1917還是怎麼樣 大部分都是假的 就要遮擋一下拼貼的 就是咱們說的一鏡到底 我相信張艺末導演最早的想法 應該是按照俄羅斯方舟那個方式 你說那個叫偽一鏡到底 就是從若干場鏡頭的那個 無縫拼接來完成 這個從創作層面來說 對導演來說肯定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和很大的興奮點 他肯定想要這麼幹 但是從那個觀眾和市場角度來說的話 你這樣做肯定會損失掉很多的這個 虛勢的節奏感和緊湊性 好 這是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因素是什麼呢 是在很晚的時候 才決定加入這個喜劇元素 然後在很晚的時候 才聯繫著這些演員 這些演員二話不說 馬上腾出檔起來 配合這個張艺末導演 如果從創作角度來說 這樣做實際上是一個 比較大的市場風險 因為你把一個悬疑故事 和一個喜劇故事 怎麼樣結合在一塊 實際上是一個比較難處理的 一個有衝突的元素 看完電影之後 我個人是能理解的 就是為什麼要加這個喜劇元素 一方面是為了照顧 春天黨的這個市場需求 另外一方面 也是為了控制影片的節奏和氛圍 50多分鐘 如果說從頭到尾 全部是非常緊張的氛圍 不斷的不斷的翻轉 劇情跌旦 對於觀眾來說 這個觀影感受會很疲憊 嗯 那麼你會注意到 就是電影中的喜劇元素 其實主要是在前半部分 這前半部分 實際上是幫助觀眾 慢慢的進入到這個故事節奏 適應這個氛圍之後 然後當這個故事的這個情緒走向 發生了轉變之後 喜劇元素基本上就消除了 然後慢慢開始回到 證據這個路線 就是從創作層面來說呢 稍微有一點點遺憾 但是從觀眾角度來說 我是認可這種改變的 所以我要先回頭 先把第一個事先順著說完 就是一刀如果不剪 它要一個鏡頭拍下來 有兩種情況 你如果是強情節 你要一刀不剪 就意味著你的空間變化要大 而現在顯然它是一個大院裡面 它的空間限制了它 如果你在一個限制的空間當中 又去拍一個強情節的 這樣的一個故事的話 因為故事不能改 那就意味著表演損失太多了 所以呢 故事改了很多 對 我就說它的故事就無法去 目前的這個故事無法適應 一個鏡頭在一個相對封閉的 大院環境裡面去 一個鏡頭到底 這個是太難受了 會損失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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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我只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是拍一鏡到底的電影 它有很多內在表達和整體形式 以及空間上的要求和轉換 還有演員配合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我這插一句啊 就是你剛才提到演員配合的問題 有一個朋友開玩笑啊 開玩笑 說為什麼放棄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 因為沈騰記不住詞 哈哈哈哈 而且沈騰在現場編詞 裡面有一句話說 你別老朝一個地兒踹 現場那是發揮的 當然就留下來了 對 因為一鏡到底每條都不一樣 對 因為喜劇啊就是這樣的 喜劇是講究這個現場發揮的 對 那麼如果說一鏡到底的話 這個對所有演員來說都壓力太大 因為不敢不能錯 一錯這條傳廢 對 然後我聽說說法是什麼呢 因為最早是按照一鏡到底來設計的 所有演員給留了20天的檔期 嗯 然後後來決定說 我們改拍攝方式 嗯 然後就拍周期就加長了 所有演員二話不說 又給了空出來檔期 嗯 這你知道這有多難啊 因為這些演員都是頂級的 對 所以接著你剛才說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他的 從懸疑到喜劇很後面 他加入對於整個劇作和風格上的改變 嗯 不管張一謀導演內心的一刻 很晚的加入喜劇元素 那個動音是什麼 就最後來看這個壓寶 雖然有風險 嗯 但是他無形當中 一他自己是有了創新 第二 這個壓寶被壓中了呀 這是他有史以來 大家現在已經知道這個 我們看到這期視頻的時候 已經知道他的市場成績 已經是他歷史最好的市場成績的好幾倍了 嗯 那很大的一個因素 就是小北剛才說的 不確定性 對 他壓中了就是增加了喜劇元素 張一謀導演在這個馬江洪之前啊 票房成績最好的是那個懸崖之上 大概11.7吧 11.6 11.7 不到12 11到12億之間 對 這個已經是他歷史上最好的票房成績 但是這一次馬江洪他這個票房成績 就是又再次獲得突破 張一謀導演是已經寫進影史的 已經寫進影史的 那麼一個創作者了 就咱們不需要再用票房來證明了 但是我相信啊 就是72歲張一謀導演 就是人老心不老 一定是有心切在那頂著的 我對 對我想說的就是以他的這個驚奇神 我從來不認為他不在意這個事情 我恰恰以我對他的作品的觀察和對他的感受 他一直憋著一股勁 因為在過去的中國電影市場高速發展的當中 市場已經有那麼多30多億40多億50多億 居然沒有張一謀陳凱歌 包括馮小剛吧 這些老一代最厲害的導演 都沒有到超高票房的票房炸彈電影的一個 成為自己的作品之一 這是有點打引號的說不過去的 這個他憋著一口氣輪到他了 不停的事不停的事 不不不 有一部會爆的 不不不不 我個人認為啊 你看就是按照張一謀導演 最近這一波創作高峰期 對 咱們如果是從一秒鐘開始算的話 嗯 你算算一秒鐘是二 2020年11月份供應的 對 20年21年22年23年春節 這蠻大碼算三年多一點時間 拍了四部吧 五部 還有那個監督盤石 兩年三部 你看一秒鐘監督盤石 全崖之上 狙擊手 再加上滿江紅五部電影 三年多時間裏面拍了五部電影 非常高效的創作 我想表達這次 為什麼一定要多給一個推薦 就是我覺得他跟觀眾的交流的點 在恰如其分的時間點上 我剛才提到了20年的跨越 他內心做了很大的思想轉變 這個我就不具體展開了啊 大家自己去腦補劇 但是在大環境下 大家內心的這種情感的宣泄 用一場悬疑的滿足的 用喜劇的方式的宣泄的 這種情感疊加到了一起 而且最重要他的落腳點是出乎大家意料 是驚喜 是一首詞 是一首藝術作品 對 文人的藝術作品 他也對呼應到自己 他一直在爭取的創造空間 我在看電影之前 因為我是有意識的屏蔽了這些相關的宣傳嘛 嗯 我知道這部滿江紅這個電影 他既然叫滿江紅 故事被你們放在這個時候 肯定跟岳飛有關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這個電影叫滿江紅 我一直在看到最後 我一直看到最後半小時的時候 我才恍然大悟 然後我說啊 原來是這樣 前面兩個小時 積攒的所有的情緒在那一刻 得到了這個釋放和這個擴張 然後帶來的那種 觀音感受非常的強烈 但是啊 你是二刷的人對不對 對 像這樣一個強情節電影 當你去二刷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了故事的結局 你再看的時候 觀音感受是不是就沒有第一遍那麼好了 這個呢 我就跟大家講 就是跟流浪地球二形成鮮明的對比 一部特別適合二刷的電影 叫流浪地球二一部其實我不推薦 我雖然給了兩個推薦啊 那是一刷 我並不會推薦大家去二刷滿江紅 就是因為它並不是一個高信息流電影 對 單幅畫面的信息量真的不高 所以 都在表演都在情節推進上 所以就是在映前就是因為寫的 我寫的這個評論裡面 我反覆的強調說 看這個電影之前 你千萬不能被劝透 如果你被劝透了 你會嚴重影響你的觀影樂趣 我一直在強調不要劝透 不要劝透 不要劝透 然後因為你當你對這個電影保持著這個 就是情節的未知的時候 你進入到這個電影的時候 你才會有非常強烈的感覺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密閉空間的 就是小切口故事 在一個封閉空間裡面 一起意外的謀殺案 然後在這個封閉空間裡面 最高權力者下了一個迫切的指令 說你們要找出兇手 你們都去死 所有的人就不管什麼人 都被捲在這個事件之中 在一夜之間 然後一個反覆的反轉反轉反轉 在這個故事裡面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沒有好人 所有人都是帶著那個就是遊走在正邪之間 不斷的反轉反轉反轉 一直到最後一刻 當謎底揭曉的時候 那種感 那種驚喜感是非常特別的 從觀眾的角度來說的話 春節檔最適合看IMAX電影有兩部 一部是《流浪地球2》 一部是深海 深海我們回頭再聊啊 就是IMAX 就是這兩部電影 因為都是走視覺系的 就是IMAX這個 它的這個螢幕的觀音感受 會極大的提升你的觀音感 OK 那我得追加一部 我覺得無明 因為我們也會聊無明 也很適合IMAX 無明沒有IMAX版 我就說 但是它我看了之後 如果讓我二刷 我就會去看IMAX版 當然它沒有呢 就另外一回事了 你沒有看過那個IMAX版的無明 你就趕着推薦 這不對 不不 我就說我期待 我想看 我想看啊 就是我覺得它應該是值得一看的 不不不 這個問題點 我們也知道無明是在細說 好 我這就插一句啊 就是你願意看那個五層樓高的那個 梁朝伟的大臉嗎 我真的很想看 因為裡面就意味著同樣有五層樓高的周迅的臉好嗎 開玩笑 咱聊這個正事 說回來 張藝謀這次最重要的看點 我覺得就是給我帶來的驚喜 小北用他的闡釋 是他的驚喜 我是我的驚喜 但是 但是我是多給了一個推薦啊 就是大家還是要從我們當下的這一刻 2023年去看這部電影 他的呼應感給你的精神共鳴 會特別的微妙 這是我多一個推薦的根本性的理由 但是我不能說的更具體了 咱們之前不是錄過一期那個前瞻嗎 嗯 當時我就 當時我的感覺是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會認為這個流浪地球二是純街黨 這個肯定毫無懸念的冠軍 當時咱們說是一超多強 兩強 一超兩強 當時我對滿江洪也非常期待 我認為 滿江洪在票房上會緊追那個流浪地球二 就是會很緊會咬得很緊 甚至都不會拉開這個就是 以異為單位的差距會追的很緊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反而是滿江洪反超 那就說明什麼呢 在春節打何家歡電影這個觀影需求 還是不可避免的 是的是的 那我就聽聽你的想法 為什麼滿江洪這樣一部 就是懸疑 推理探案 充滿了陰謀背叛的電影 雖然掛了個喜劇的名字 為什麼突然就變成了春節打的何家歡那樣 我跟你說你仔細想想 這些絕對是一個很小的概率的時間 按照你剛才說這五部電影 最近這五部電影 前四部 都沒有特別強烈的喜劇的成分 對 那麼不知道是他怎麼想的 你剛才說吧 他是很晚才決定把陳宇老師 沒有喜劇元素的一個劇本 加入了喜劇元素 全部大部分都是喜劇式的表演 包括從演員的選擇 到他們表演的風格的這種確立 那這件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早期就明白了 我就奔著這塊蛋糕 我可能已經知道 不管你其他的交換人生也好 其他那些喜劇 該佔的份額都佔的 不管你發揮的怎麼樣 我也要去硬搶這個份額 現在最後 他就是事實來看 他達成這個目標 他的喜劇的那個成分 已經足以支撐起 他成為一個合家歡電影 對 就真的是和男女老少 拖家戴口去看 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市場的物件 因為就是晚間紅松 創作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其實還是一個就是懸疑 懸疑電影 他的主類型肯定是懸疑 然後他是一個有喜劇元素的懸疑電影 當大家說到喜劇電影的時候 沒有人 或者說不會有太多觀眾 會對張艺謀導演 有太多的期望 但是因為有沈腾 張艺謀都不期待了 不是 喜劇電影 咱們只說喜劇電影 張艺謀導演拍過什麼 著名的喜劇電影 張艺謀導演只拍過一部 著名的喜劇電影 叫做三腔 有話好好說也算 有話好好說 有話好好說 我不認為是個喜劇電影 但是他很有喜感 對 但是別忘了還有雷家音啊 還有小月啊 所以我認為是這些喜劇演員 有標誌性 有符號性的喜劇演員 那加入讓這部電影 帶有了喜劇元素 但是在電影 在電影之中 我覺得張艺謀導演 是把這些所有的喜劇演員 全部都去符號化 按照演員在用 只是說這些演員 他們的喜劇符號 導致了這部電影 他有喜劇元素 然後但是意外的成為了 他在純粹黨之中 獲得觀眾喜歡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他其實並沒有那麼的讓人意外 因為在傳統的春節黨當中 總是會有一部喜劇電影 會衝出去 沒想到 這很正常吧 大過年的你肯定要個樂 沒有本來咱們的 大部分的預判 都是流浪地球二 不是個喜劇的東西 雖然他有喜劇小的 那種冷幽默 但是對吧 我們倆還是落入了 原來的那個規律當中 而且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一點 是另外一部 春節黨另外一部喜劇電影 他掉鏈子了 所以說就是這個空來的份額 就被那個馬娘虹 毫不客氣都拿走了 這是一個因素啊 因為當我們說到春節黨的時候 我們不要只說那七天假期 我們說的是一個月 這麼長的長度 在這一個月裡面 還會發生很多其他的變化 我認為今天春節黨 是非常有非常有意思的 有很多很有趣的變化 這個後面的單元咱們來提 咱們說回到馬娘虹 就是我之所以說給一個推薦 實際上是因為這個電影 實際上是一個4.5星的電影 那麼就是我只是個人覺得說 對於張英國導演來說 他不需要雪中送炭 也不需要錦上天花了 那麼我就按照一個嚴格的標準來說 說是一個就是4星或者一個推薦 還有一點我得跟你顯出差別來 要是我老是跟你一樣 就顯得我沒主見了 我這個我兩個推薦不得不看 我再重複一遍 一定要去看英雄20年前 一定要看他們的 我剛才說的那八個字 從殺就是不殺 或者說現在殺就不必再殺 對不起這不是八個字 反正不管幾個字了 就是你仔細去想 這背後這個我們的導演 這20段他經歷了什麼 他思考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他真的表達清楚 雖然表達的非常被緊附著表達 他也是表達 我這麼說吧 就是張英國導演 真的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這麼一個導演 就是他之所以在40年的創作生涯之中 一直緊就是站在風口浪尖上 是因為他和這個中國電影一塊在共同進步 而且呢從他的創作角度來說 你會發現啊就是在最近這個創作高峰期 張英國導演呈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特點 就是我認為他真的越來越像雷德利斯科特那個方向在發展了 就是他只要遇到好劇本 如虎添翼 跨類型 而且他可以跨類型 對他跨越了非常多的類型 每個類型裡面都做得非常出色 他只要遇到好劇本 如虎添翼 為什麼呢 因為他作為導演 在導演這個環節上 他幾乎沒有短板了 你說到雷德利斯科特 我提一點小批評 就是咱就說針對雷德利斯科特這樣頂級的 也是跨界的大導演 如果張英國要達到那個級別 我現在覺得說實話我還覺得差一點 其中我不敢說別的 有一點知道差在哪嗎 就是他對女性角色的塑造 你說的這個差一點 不是張英國導演個人的問題了 這是中國電影整個行業的問題 就差的這一點 是他怎麼說呢 就是說 一個導演是沒有辦法超越他所出的時代的 這是真的 所以我就說 我剛才其中一小部分是關於他女性角色 因為我看到這裡面的幾個算歌舞技的 這樣的幾個角色 然後就想起了《精靈十三差》 就是在當下 他是不是真的是因為這是個宋朝的故事 還是個古代的故事 然後把女性塑造成現在 我會覺得現代的女性觀眾啊 看這個電影會略略會覺得 會覺得哪裡不會那麼舒服的 我明白你意思 但是我也理解導演 因為他這是個古裝戲 我們又不能把它搞得那麼現代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輾轉腾刀的空間 咱們不說別的啊 咱們就說一點 張英國導演是1950年生人 72歲了 對 就是咱們現在出現場的 絕大多數觀眾的爺爺 也就差不多這個 我想說的就是 因為咱剛才你知道為什麼想到這點 我這麼說 就是 就是張英國導演在70歲這個年齡段裡面 在意識上已經很領先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讓他超越 完全超越時代 所以我說 我其實本來沒想提到這一點啊 我已經我看到網上 有有些網友在爭議 但是剛才剛好聊到雷德利斯科特 你是非常熟的 雷德利斯科特 人家是拍過Shermae Louis 陌路狂花 他對女性角色 跟詹姆斯卡梅隆一樣 是非常強悍的 非常獨立的 我覺得這一點 我有點小小的期待 我給了這兩個推薦 也是希望張英國導演 在後續的一堆作品當中 我相信他會在女性角色塑造方面 還會向上推高自己的天花板 好吧 這就算 哎呦我怎麼整個期待型 提出這樣的要求 我都覺得我很不合適 我插一句啊 就是張英國導演 在他的上一個創造高峰期 上上一個創造高峰期的時候 塑造了非常多經典的 令人難忘的女性角色 對 我就說他可以的 還是那句話 他不是沒有這能力 還是那句話 他沒有辦法超越他的時代 因為我說這話 可能有點不太合適了 就是像張英國導演這樣的 這個創作者 他得需要他的這個創作搭檔 你沒有鼓勵 你沒有鼓勵了 你就沒有辦法去超越那個時代 最重要是他的作家搭檔 那對吧 秋菊打冠的秋菊 那個形象怎麼來 來自於文學嗎 對吧 這個演員搭檔也非常重要 就是咱們舉個例子 就比如說如果 對 這一部是沒有某女郎的 有 有一個女 你說那個某女郎 我說他都沒到某女郎那個級別 這部電影什麼 他是一把的某哥們們 就是爺們們 對 他最好的某哥們 很明顯是張毅老師 張毅老師參與了他好幾部電影 從一秒鐘開始 一秒鐘 然後那個狙擊手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那個全家之上 還有那個就是這次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狙擊手這部電影裡邊 張毅真的是給自己生尬的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張毅去探班 然後見上張毅謀導演 那要不然 你有什麼角色 我一定演一個 然後他演個臉掌 一天就幹嘛 所以我一跟大家講 剛才我提的這點 所謂的借著雷德利斯科特 說更高的要求 回到源頭來看 陳毅老師非常好 但陳毅老師我覺得 滿足了張毅謀導演 可能他找到了一種巧妙的方式 都是一些小切口的故事 但堅固盤石我非常期待啊 那個切口是完全不一樣的類型 堅固盤石 你知道好到什麼程度嗎 因為我聽朋友說過 比如說你去那個 張毅謀導演的公司 跟他談事兒 如果談得很高興了 張毅謀導演說 招待你開一場堅固盤石 而且是可能是沒有刪解版的 然後呢 好消息2023年據說要上映了 據說要上映了 但時間我們不知道 也未必是好消息 因為我聽到朋友說 不知道改成啥樣了 拍完那個滿江紅之後 然後馬不停蹄召召喚大家 又補拍了 我不知道補拍了多少 對 那說回來就是 女性角色的塑造 我們對張毅謀導演未來 就是他曾經塑造過非常棒的女性角色 我們不應該只滿足於此刻 他在滿江紅裡面的 這樣的對女性角色的塑造的表現 我是覺得夠了 不要再對張毅謀導演做過多要求了 張毅謀導演 拍下去拍下去拍下去 張毅謀導演曾經在中國螢幕上 塑造了非常多經典的女性形象 當然了 他只是有個前提 他得跟鞏勵合作 我認為他要跟知名的作家 繼續合作 陳毅老師蛋子上的壓力又中了一分 當然應該還會繼續合作下去了 對 不管怎麼樣吧 就是讓我們繼續期待 張毅謀導演 他的這個後面的作品 就是我相信 張毅謀導演 還會在他這個創作高空期 繼續往下走 滿江紅給了我們一個新的驚喜 我們非常期待 張毅謀導演 在後面的創作生涯中 繼續給我們驚喜 以及我最後 我特別有一點點甚至欣慰 就是按小北時候不說票房 就是他終於他的一部新片 可以最中國廣大的影迷觀眾 和他喜歡他 和喜歡他請的演員的這些觀眾們 能夠直接的見面 並且取得了強烈的反響 我真的滿欣慰的 七十多歲了 我應該替他祝賀為他鼓掌 好吧 別著急別著急 就是就像那個奧斯卡 忠神成就講一樣的 奧斯卡為什麼到現在 還不敢給伊斯特伍德發忠神成就講呢 老爺子還拍著呢 別著急啊 好我們期待張毅謀導演 好後續的作品 好本期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我是關雅迪 我是張毅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太誇張了 重來一遍沒事 不用不用 重來一遍 大家好我是關雅迪 我是張毅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影評 好吧 沒有以前默契了 沒有以前默契了 大家好我是關雅迪 我是張毅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影評 我們要聊一下那個成二導演的吳明 這個成二導演 這是我電影學院的大師兄啊 那打個分唄 你先來啊 我推薦觀看啊 毫不疑問推薦觀看啊 你難道不是嗎 對於吳明這部電影來說 我覺得我對於這個成二導演 還有這部電影的所有的主創 最大的尊重 是不給這部電影打分 因為這個 就是我在電影二看到 吳明這部電影之後呢 其實我是感觸很深 因為這部電影就是 是整個純淨黨電影裡面 就是按照咱們中國觀眾的這個習慣來說 它是最有電影質感的一部電影 這個製作上非常的精良 就是跟電影相關的所有的元素 都做到了優秀 幾以上這個級別 但是這部電影最糟的一個環節 是這個剪輯這個環節 這個電影的剪輯在我在看的過程中 我非常的困惑 我非常的困惑 我完全不理解這個電影為什麼要這麼解 我相信這不是他的這個創作初衷 毫無疑問這不是 我一會來跟大家解釋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如果我對這個電影給出一個判定 或者判斷 是對這個成二導演和主創的不尊重 大家還是要相對直白一點告訴大家 就是在之前的版本 不是這樣的 這個故事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設定 和故事走向集結局 也不是這樣的 但是最後呢 大家看到的只能是現在這個版本 在這部電影之前發過很多直播片 好幾場戲在成片中是沒有的 就消失不見了 對 因為我是不止身邊的一個老朋友 都是看過之前送神版正常的原劇本 主要原劇本是沒有問題的 但大家現在都知道中國的現實 就是劇本已經不重要了 它拍完了之後 它會給你一些新的意見 還是讓你大調整 所以我為什麼依然給一個推薦 就是我接受這個現實 我覺得鼓勵這些 依然在匍匐前進 掙扎前進的創作者們 我同意你這個觀點 就是這部電影呢 對於這個成二導演來說呢 它仍然是一個創作上的進步 但是我可以體諒 就是它所遭遇的這些困境 但是我又不能夠對觀眾撒謊 對於大多數普通觀眾來說 他們在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一定是很困惑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正常情況下 我認為這部電影它應該是一個 比那個羅曼蒂克蕭王室 那個藝術水準更高的一個片子 大家看到的電影來說 如果只論單場戲 或者單個場景的話 這個攝影是非常的美 精美的 是的 然後演員的表演很好 然後包括所有的環節 吾美華道夫啊 調度啊都很好 對吧 但是最後觀眾看到的版本是一個 就是一大堆非常精美的畫面 組合成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跟你說 小北 你不覺得這就是美洲影評 這個視頻節目存在的意義 即你有你的親身的困惑和不滿足 我呢 從我的角度 我要 咱們在行業認識這麼多的朋友 我們適度的把一些能講的話 用我們的方式透露給大家 給大家解解貨 在《無名》這部電影之中 沒有一個角色有真正的名字 也就意味著什麼呢 這部電影它其實講述的是 就是在一個大時代之中 每一個普通的小人物 無奈和被命運携裹之後的 這種惶恐 這個電影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點題的這個台詞 就是由黃脸那個角度說的 就是我是一個軟弱的人 我不適應這個劇變的年代 這句話其實是這個 程爾導演一直以來的 這麼一個創作主題 是個點題的 但是按照這個邏輯 我們來看整部電影的話 其實很多劇情是講不通的 所以這就是 這就有賴於你來給大家解釋 就是在原本這個故事之中 這些人他們的這個處境和命運 到底應該是什麼 我只能給大家講兩點啊 因為我們就拋開敏感的這些說法 一就是兩個男主人公 他們的身份 並不現在是大家看到的 就是其中有一個啊 就是年輕的這個 他本身並不是現在看到的這個身份 所以說你看到 他是經過修改的 另外呢其中的另外一個主角 他的命運可能生死的命運 你跟看到的也不一樣 所以結局跟現在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就能夠說通了 你為什麼你會有很多 不理解的地方 你說的太含蓄了 我要跟你說直白點 在這部《無名》這部電影之中 就是承二導演採用了 他非常喜歡那種叫做 多線索三點式演技的方式 就有點像是那個昆廷啊 就承二導演他的創作風格 有點像什麼呢 有點像昆廷 有點像王家衛的感覺 就是他的畫面風格是王家衛的 他的敘事方式是昆廷的 這次質感又是李安色戒的 對對對 這種打亂時間線的敘事方式 其實對於影迷觀眾來說 並不算是很難的 並不是很大的觀影障礙 我沒有任何幕後信息啊 咱們就是從這個公布的 所有的預告片 來反推 再結合承二導演以往的創作風格 我們大概其實能推測出 這個故事原來的模樣是什麼樣的 這個電影 他是不是講說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梁朝偉 他是一個這個地下黨 他39年在廣州遇到空襲 然後親眼目睹了那個悲慘的場景之後 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 然後來到上海加入了這個 就是汪偉政權的這麼一個特務組織 然後在這裡面呢 遇到了一個就是江淑穎扮演的這麼一個角色 江淑穎他想刺殺這個大鵬拜的那個唐部長 然後這段關係就是李安的色列的原型 但是呢就是X2老演 X2又給拍了一遍 他把它解构了 就是那個江淑穎想刺殺大鵬 但是呢被抓住了以後 然後按說呢是要處死他的 但是按照這個劇情 我不知道是梁朝偉把江淑穎放掉了 還是說是梁朝偉最後跟江淑穎有什麼樣的交流 因為按照視聽語言來說的話 是不可能把他放走的 但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 江淑穎扮演這個角色呢 作為感謝給了梁朝偉一個冊子 得知了就是那個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叫爵士 就是那個日本士兵 代見了日本士兵 他叫做號叫爵士 他是日本高官的這個兒子 真的很重要的高官的兒子 然後那個梁朝偉知道了這麼一個線索 後來故事又進展到什麼呢 就是大鵬拜的這個 汪伟政傳的這個唐部長 最高級別的代表 然後他呢當時正在跟那個 因為當時太平洋戰爭 那個局勢已經吃緊了 他正在代表這個就是 國民黨跟那個日本人在談判 作為代價呢是說 我可以把滿洲就是東美 讓給日本人來換取這個就是國民黨 騰出手來對付那個就是共產黨 然後他為了破壞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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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伟政傳的這個陰謀 他策劃了一個刺殺的這麼一個事 就是把那個爵士的一隊 日本士兵給給刺殺掉了 然後這個隊伍的這個這個這個 執行呢應該就是 黃磊他們扮演那個地下黨 他們來完成的完了以後呢 梁朝偉又派出他兩個手下 就是這個王一博和這個王成軍 去海邊收屍 收屍 然後根據之前預告片裡面的一個場景 應該是王成軍出於某種原因 不小心誤殺了那個爵士 然後這兩人把他就是 就是拋屍到海裡面就是來撫毀石面記 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是王成軍有一個把柄就落在了王一博手裡 引發了後面的一系列的故事 最後黃磊扮演的這個地下黨 他因為某種原因決定叛變 就是引發了這個很著名的台詞 就是我是一個軟弱的人 我不適應這個居變的年代 他想叛變到那個汪伟政權 然後梁朝偉在最後時刻把他滅口 阻止了這個叛變帶來的更大的傷害 但是與此同時他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大鵬扮演的這個壞人大反派 為了就是對日本有交代 派出了這個王一博去滅口 最後的結局是什麼呢 應該是周俊扮演的那個角色 被他給殺害了 然後那個梁朝偉最後被被捕入獄 然後梁朝偉出獄發現 是一個復仇的故事 然後梁朝偉出獄之後 發現王一博扮演那個角色 左右逢源 然後試圖在這個巨變的時代之中 為自己謀取最大的私利 全身而退來到了香港 來到香港之後 當王一博以為說自己終於得偿所願之後 然後梁朝偉在追殺到香港 完成了復仇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主要的故事線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那個之前的宋神版本 我也不知道小北推論出來的 剛才這麼一大段的這個故事 有多少是符合之前的 又有多少更早版本的一個mix的版本 反正總之很無奈的告訴大家 現在的這就是我們的 無名代表了真實的中國電影的創作的一個處境 我講述的這個故事 也並不一定是真的就是那個 程爾導演的創作初衷 這個只是我根據很多的預告推論 電影本身的這個線索推斷出來的 可能應該是這樣一個故事 按照羅曼迪克小王史那個延續下來的創作主題 這個電影講述的就是 在一個巨變的時代之中 每一個個體 你怎麼樣在這個時代之中 就是去努力的掙扎 去努力的找到自己的這個 就是人生的意義吧 在電影之中 王一波他扮演這個角色 有一個非常精準的台詞 我是一個不值得被爭取的人 沒有人想要爭取我 那麼我就只能一條條走到黑 也許我能因此而殺出一條血路 這是打意不如原話 我覺得這句話 也是對王一波這個角色點題的 就是 他是一個在迷失在大時代之中的年輕人 然後在這樣一個巨變的時代之中 他作為一個普通人 他不知道未來的方向 或者說沒有自己堅定的信念 他是一個更大的欺強派 他試圖游走於四方勢力之間 日為國共 對吧 游走於四方勢力之間 試圖找到一條這個屬於自己的生路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不管他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是對是錯 這個角色完成了自己的宿命 完成了自己的完整的命運 也就換句話說 如果在這個故事裡面 王一波是真正的男主角 我的意思我跟小北看這部電影 我們倆角度完全不同的點就在於 當我已經感覺到明顯出現剪輯和補拍修改 重拍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放棄了 剛才小北花了很長時間 試圖合理化推導出一個能說得通的故事 我想說我已經放棄了 但是我就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他的目之所見的 值得肯定和優點 並且告訴大家 並且我為什麼肯定這個導演 目前這個版本 對不起他不能滿足我的期待 也不能滿足你的 所以你在腦補 只是我會 我再告訴大家 我就不腦補了 但是我依然會推薦他 對 說完這些之後呢 我再說一下就是這個電影的優點是什麼呢 這個電影 他的所有的電影化元素 攝影 畫面 對 包括服裝 道具 音樂 各種質感 所有的電影元素都沒有問題 表演呢 如果單場戲 單個鏡頭 都很好 因為大家要知道 就是在華語電影這個大的範疇裡面 能夠長時間給到這麼大特寫的那個演員 並不多 而且梁朝偉有一大段長鏡頭的台詞 對 普通話的啊 非常難得 對 沒有任何問題 壓得住 對 然後這個電影之中所有的角色 就是甚至包括那沒有台詞的那個背景的小角色 表演都非常好 是的 我剛才已經就是我們之前也反覆的提到過 就是中國電影一直有一個顽疾沒有被克服掉 就是 鏡頭前的主要演員都沒有問題 一到群演就掉鏈了 這個電影你看 就是包括那個日本人殺害那些中國勞工 往那裡頭灌水泥那些 非常好 質感表演 光影 就是都是上品 因為你想一想 控制他們 我覺得 相對可比控制王一博的表演要容易多了 王一博作為 我對他沒有任何期待 我覺得這部作品 導演發揮出自己相當高的水準 讓王一博幾乎沒有表演有哪個地方 我覺得 可能略有幾處略微抖動了那麼一點點 但他都在線 在這部電影之中 就是所有的角色都是按照演員的標準 那個完成了這樣一個表演 就是有好有壞 但是所有演員都過線了 這點很重要 包括另外一年前 張靖怡也非常好呀 看跟誰對戲 他跟王一博那個對戲就弱一點 張靖怡跟王一博的對手戲裡面 就是張靖怡就稍微弱一點 但是張靖怡跟王春斤那場戲 就相對來說就好很多 他要被人帶嘛 又互相帶 他們倆兩個都最沒有經驗的演員 在一起互相鬥法鬥不起來 是這個意思 但是張靖怡跟王春斤那場戲 就是兩個人的感覺就都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好演員的一個 促進作用 說到這兒 我又再說 梁朝伟跟周迅那幾場戲 真是好 我說過很多很多遍了 我最愛的女演員是周迅 就是他每一部作品 這個就可以公開講 對吧 但是他湯尾也很好 但是我依然覺得周迅 是我看了那麼多作品 過去二十多年 真的沒有怎麼讓人失望過 這一部也同樣不讓人失望 然後就插一個小細節 就是那個梁朝伟他去敲門 然後去見那個周迅 門一開 然後周迅見到梁朝伟之後 他臉上的表情不長 就兩三秒鐘 就是久別重逢四個字 你就能看得出來 還有他們倆真正擁抱在了一起 你看那個大特寫給 細節是什麼 你看看周迅 閉上了那個眼睛 他的就是眼簾啊 垂下了之後 細微的那個抖動 沒有特別過分 一直試圖在忍住 但是又內心的那種澎湃 那種悲情 那種愛 都在那個細微很細微的 那個眼皮的 閉上眼 在擁抱那個細微的抖動當中 傳遞 哇我看到那太感人了 羅曼蒂克小王使這部片子 我還算比較喜歡 就是但是他是一個作者風格 非常強烈的這麼一個片子 但是吳明呢 我反推啊 就是他最早的創造初衷 其實已經在他 旅安來的這個創作上 又往前走了一步 所以就是 就是我在之前看余告片的時候 有一本余告片結尾 寫著超級商業片 這幾個字啊 我就說啊 就是我專門看 我覺得是調侃 一定是調侃 為什麼呢 我專門看片尾字幕了 嗯 預告片剪輯也是成 嗯 所以超級商業片這幾個字 一定是他在某種調侃和自嘲 自嘲吧 我特別理解宣發人員的困惑 你該怎麼向觀眾介紹這部電影 這就是這個電影 現在遇到最大的困境 就是你說的這個營銷的困境 選擇了王一博之後 導致網上很大一部分的 對立的兩極化的口碑 都來自於這種飯圈 對電影行業的一個反向的侵蝕 這些都是不好的 這種壞的評價 都是我堅決反對的 讓這個電影的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本來就難懂 天天還互相在跟電影無關的一些罵戰 王一博給出那麼好的一個表演 但是呢 這些飯圈他們的引導這個風向 都是極化的思維 真的讓我覺得很無語啊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偶像是一個這種就是快速的 文化消費時代的這麼一種特定的文化產物 是的 但是如果就是你們的偶像 如果想找到一個機會 想讓自己更進一步 想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員 他想從藝人變成演員 你們一定要給你們的偶像一個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他想想 他想往前走一步的這麼一種願望 半圈文化對於電影來說 我覺得應該不會起太多的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電影是一種真正的大眾娛樂消費產物 對 它的這個聲量和影響力是超過電視劇的 對於無明這部電影來說 就是我認為 它在市場上受到了雙重的不公平 一種是說來自於創作因素之外的干擾 對 一種是來自於這個就是粉絲文化的這麼一個侵襲 然後導致了無明這部電影 在市場上沒有受到它應有的關注和尊重 我覺得這個對電影來說 對於創作者來說 對於主創來說 都是一個不尊重的想像 本來導演成爾選了王一博 其實就跟他 通過朋友約見面 呃面談了三個小時 也沒有讓他試戲什麼 基本就定了他 其實王一博也給的結果很好 但是呢現在 如果你在粉絲群體啊 就剛好王一博的這樣的比較 在網上製造聲浪的啊 不好的聲浪的這些粉絲 你看到我們的視頻 我會告訴你 你浪費了王一博的可能下一個機會 你以為聲音大 你就會對你的偶像好嗎 不是這樣的 最終可能大家會覺得 可能會敬而遠之 所以不要走到那個不好的那個方向上 就站到替你們考慮 這個不要多聊了 我覺得沒必要 對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這種話是這樣的 就是這些話 就是咱這麼說啊 就是那些粉絲的爹媽說 他們都不聽 咱們兩個 咱們說也沒用 咱們兩個路人 咱那嗶嗶嗶這些有什麼用呢 沒有用 對吧 我們從這個電影觀眾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吳明這部電影非常的可惜 就是我能夠理解到它的好 但是呢我看不到它的好 那對於普通觀眾來說 你看不到的 那就那那那都是零 對吧 所以這還是還是不打分啊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我對於吳明這部電影 我對於成爾導演 對於這個主創 最大的尊重 就是我不打分 我依然呢推薦給 一直之前支持成爾導演 以及你喜歡看文藝片 而且呢 對至少這個老上海這個題材啊 感興趣的 在這個電影裡面找一個大螢幕 在影院買票去看 還是能到達很多的視聽上的享受 單插一個小話題啊 特別有意思 成爾導演拍的這個就是 羅曼蒂克消防史 再加上吳明 其實我覺得就是屬於就是 叫做上海歹土系列 對吧 上海歹土其實就是指日劇時期的上海 那個就是一個特定名詞 叫上海歹土嘛 嗯 但是特別有意思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成爾是湖北人 他是湖北人 他不是上海人 他在上海呆了很多年 所以呢他其實他能聽懂上海話 但他自己一般不講 這裡面我聽到這個導演接受采訪 其實在聊的兩個特別逗的小段子啊 一是大家都不帶劇本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莫好戲來的 因為梁朝伟不帶劇本 然後大家都不帶劇本 所以我就特別卷起來了 你知道嗎 演員這種這種演員的卷我們要鼓一下 而且我你知道現場拍戲啊 他不是大家說咔咔不咔的 大家看到吃飯那些戲都是順拍 一次就從頭講到尾多幾個機位 一直拍完了之後再換下燈光 然後再拍中間不喊咔 所以你必須不能忘詞 最大咔不帶劇本來 其他人就變得都不帶劇本來 而且現場就是都做好準備 我覺得這個現場氛圍就特別安靜 我聽到了一個說法 不知道真假啊 就是梁朝伟當初接這個無名這部戲的時候 沒有看劇本 他聽說是成爾導演 他也很喜歡羅曼蒂克小王使 不看劇本就接了這部戲 是 具體是他通過英皇 我猜啊 我猜應該是余老闆直接找楊壽成 直接讓梁朝伟本來是沒有檔期的 去在影院裡面單獨看了一場羅曼蒂克 看完了之後覺得很好可以合作 臨時調的檔期 說本來要去美國拍一個什麼劇 然後都調整了 然後才能拍的這個戲 而且還有個特別八卦的 那裡邊不是一直吃各種日餐嗎 說最能吃的料是誰嗎 是大鵬 大鵬一直特別能吃 因為他們那個日餐是特別好的日料 他們在鵬旁邊搭了一個特別高檔的 真的很高端日料的大師傅 大廚來做這個日本的日料 然後特別好吃 不停在那吃啊 是這樣的 這部電影是用阿萊六五拍的 我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了 很好吃吧 看上去很好吃 不是很好吃的問題 一看是真材實料 不是這大鵬特別多 大鵬回來了 他補拍一段戲幾個月 回來之後 還在那找 導演 咱沒有資料了嗎 子彈說你想啥呢 那日料戲 吃飯戲拍完了 咱們這麼大的劇組 我以為會常備 你說這種話題 會干擾觀眾對於無名的真正的觀眾 這是聊的 或者聊點八卦 聊點話 好吧 完成我一個推薦 就這樣 對 我是不打分 因為我希望就是說 用這種方式來傳遞出 就是我們應該對真正的電影 給予足夠的尊重 好 那回頭見 所以我看完之後 後來我就很困我 就找朋友聊了聊 我大概的知道了 像他原來的故事 想講什麼 對 然後所以 你不就找我聊聊聊嗎 當然你也跟別人聊了聊 你看你看 什麼叫自戀 就我又不是只有你這一個朋友 大家好 我是關雅迪 我是張小鬼 熱愛電影的我們 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 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影評 怎麽連我一個安心 我就別開炮了 你們來吧 中國乒乓之 決定反擊 就很長啊 就九個字 趕緊打分吧 我聽說你對這個票好像很認可呀 是這樣的 我在這兒先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中國乒乓這部電影呢 就是說起來是比較特別啊 真的是一波三折 經歷了無數次的檔期延遲之後 終於決定說大年初一上 然後呢 臨了了又改上大年初三上 然後呢 改一些東西 對對 然後臨了呢 又推到二月十七號上了 但是他之前呢 在那個大年二十九 又在全國二十個城市 又做了一個大規模點映 咱倆都是在那天 對 我就是在大年二十九買票看的 這個電影 我是屬於叫 我得不看的推薦 你媽呀 我就給愛看不看呀 這差的有點大 對好 我現在簡單說一下 中國乒乓這部電影 要出事 中國乒乓這部電影呢 其實嚴格說來也是一個 4.5星的 這麼一個位置 就是4.5星 沒有到那個5星 但是 太高了 但是 就跟我之前在那個馬江洪那邊說的一樣 4.5星呢 就是你進一步退步都可以 但是中國乒乓呢 它是屬於一個 我認為是需要雪中送炭的電影 因為我認為 它是一部非常好的 中國體育類型片 只是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吧 再加上各種就是 祖傳的技術因素的影響 然後導致它這個檔期上非常尷尬 對於這部電影 最大的支持就是 在把一個4.5星電影 提成一個不得不看 什麼一個推薦 我給愛看不看 我覺得可能基於兩點 你也知道 我是一個資深運動愛好者 各種運動 其中包括乒乓球 乒乓球 至少跟一般很多愛好者的那個水平略低一點 但是我是一直能打 打了很多年的 這是第一個理由 謙虛了 我說到這兒 我必須補充一句 對於中國乒乓這部電影來說 我是屬於中國觀眾裡面 非常少的那個群體 就是 我對乒乓球運動 完全的一無所知 完全的一無所知 我沒有看過任何乒乓球比賽 我也不會打 然後我告訴你 像他看完了這部電影 基本上還是一無所知 這部電影 因為就是經歷了很多這個 祖傳技術因素的影響 片中的角色的名字全都改了 就是你也不知道 呼應的原來是誰 對 對於我來說 我也完全不知道哪個角色對應誰 因為五虎將其實那指的是誰 你也不清楚 都不知道 所以說對於我來說 它就是一個普通的運動励志電影 所以 完全沒有任何認知 就幾乎零認知的情況下 我在電影院看到這部電影 我非常的驚喜 中國體育電影 實際上一直是一個短板 在最近這十年 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體育電影 我明白了 我覺得這時候 咱倆的差別大概 梳理出來 其實就是跟第一個有關 第一呢 9596年的那一場最重要的 就是95年試拼賽 對 那是我最愛看乒乓球 就是全程經歷了 這部電影裡面展現的 呃 我們的主教練 戴著這個五虎將 主教練誰啊 呃 蔡振華 就是那個鄧超演那個 對 就是那個大油頭 他叫 他角色叫什麼 你看記不住 我也記不住 是一個很難 像什麼敏家 我忘了 反正就類似這種吧 戴敏家是吧 好像是 然後其他那五虎將 那簡直到現在後來就如雷貫耳 就不說這些 就是因為當年 真實的體育賽是 太讓人激動和難忘了 我就記得最後王濤 打完了之後 就躺在了地上 你得說一下 王濤對著那 這個角色我也記不住啊 就是就是裡面 呃 就是最後贏下了那個人 就是他最後就躺在 就電影裡面 他躺在了地上 是段博文演的角色 欸段博文 就段博文啊 所以呢就是你知道 我看到那我腦子 可能就是當年的電視轉播畫面 就是我的核心的觀點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跟很多中國觀眾一樣 很了解乒乓球運動 我自己也打 而且對呃 這次試拼賽的集體回憶 跟大家一樣深刻 所以看這個電影呢 我就覺得 你覺得很激動的地方 在我看來 當年 是真相比這個 還讓人激動 就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你被劇透了呀 你被劇透了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在中國觀眾裡面 我是那種很少很少 那看乒乓球題材的觀眾 還不會被劇透的人 你知道嗎 你不覺得這裡面就很尷尬 如果他 我不尷尬 如果 我特別激動 你要知道 但你已承認了 張小貝可是中國 他這樣的觀眾 其實是占少部分的 我不知道 對 就打個比方 如果 這不是中國平方 瞎說 隨便說 中國高爾夫 我也一樣激動 中國高爾夫 可能如果拍成這樣 可能我也會激動 但是因為 大部分觀眾 都有機會激動 因為大家都對高爾夫 不了解 但是 但是對於乒乓球 我覺得很多中國觀眾 可能會跟我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們對於真實當年的經歷 哦 對不起 年紀大一點了 對於咱們的95後 00後觀眾 他們是沒有那段真實的體驗的 可能他們會喜歡 對 對 很多年輕觀眾 他們會有一個概念 是說中國乒乓球 他們還會遇到困難嗎 會遇到挫折嗎 不都是我們虐別人嗎 所以說 當年 你看 瓦爾德內爾 就是真的說那瑞典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我知道 為什麼呢 我在新聞裡聽過 你才不知道瓦爾德內爾 這個電影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他對瓦爾德內爾 就是給了最大的尊重 對 而且這個 因為他真的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這個角色會說中國話 說得很好 我給他個愛看不看 就是 拍戰的歷史背景吧 因為他限於這是一個 我就說主旋律吧 就是都在預期之內 他也沒法有更多的 輾轉腾諾的空間 也就這樣了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的一個電影 略乏味 這個電影他不安全 他要安全 他會遭遇這麼多技術事故嗎 我覺得這個技術事故 很多的時候是一些 他不安全 非創作層面的 而且對於拍中國乒乓 這樣一個題材來說 其實對於體育電影 類型來說 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呢 這個題材是一個 長期的優勢項目 所有的觀眾 對他都非常的熟悉 你怎麼樣能在一個 幾乎沒有懸念的 大家非常熟悉的領域裡面 拍出那種 體育電影 慣有的熱血和燃的感情 這是一個很難的挑戰 而我覺得中國乒乓這部電影 在這個環境上做的非常好 像我這樣一個 幾乎不了解乒乓球運動的 這個普通觀眾 我在看這個電影過程中 這個情緒的遞進 包括標準類型片的 這麼一個結構 然後包括最後那些低潮期 高峰期 最後的那個高潮段落 然後包括情感的 這樣的一個點燃 做的都非常好 它真的是一個適合出一張電影 為什麼呢 看完這個電影之後 你會覺得 重新了燃起對生活的希望 對未來的信心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適合春天黨 讓大家合家歡迎電影 而且因為乒乓球運動 沒有什麼障礙 大家都會 這是我最早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會覺得 像我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或者咱們這個三四十歲 當年經歷過90年代 全過程的觀眾 一定會懷舊去看 但是我經歷了這幾天 我的觀察 或重新反思思考這個事情 我突然就遇到這個矛盾點 為什麼我就沒有給 那麼高的期待和評價 我覺得它的優點什麼 流暢 就是你說它能夠一口氣看下來 挑不出什麼類型片 但是它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驚喜 但是是這樣的 就是對於春節黨電影來說 我一直有個觀點 春節黨電影 類型明確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我認為它是一個類型 非常明確的電影 因為中國 乒乓 絕地 反擊 四個頭 把這個電影類型已經很難括完了 就是你知道自己要看那個什麼東西 然後在這個預期 在這個預期的前提之下 你進了電影院還有驚喜 所以我認為類型明確實際上 對於春節黨電影來說 非常重要 觀眾不用開盲盒 知道你要看什麼 這個片子導演是鄧超加余班 對 這二位的組合 之前給觀眾的這個印象啊 不太好 那倆喜劇盤我的名字 我都記不住 但是第三部 銀河補習班 銀河補習班這部電影 其實給了我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是什麼呢 就是鄧超加余班媒這個組合 終於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方向 這個銀河補習班 雖然有一點點缺憾 但是仍然給到了大家很多的驚喜 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非常期待中國乒乓 然後 我完全是個影迷的觀點 我不是運動員 我不是運動愛好者的觀點 然後中國乒乓 給到我更高的驚喜 就是咱們這麼說 中國乒乓這部電影 在跟電影相關的所有元素上 幾乎都做對了 就好不好咱另說幾乎都做對了 這點很厲害 從劇作到導演到表演到攝影到剪輯到美術 所有環節幾乎都對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仔細的補充說一下 強調一下 我沒有覺得中國乒乓是一個糟糕的電影 然後我說它很流暢 你說的做到位了都OK 但是我的理由是什麼 我是覺得他們的磨合的時間夠長 他們不斷的自我提高 我突然意識到它有一個尴尬的困境是什麼呢 尴尬的困境是 真正的95號00號很喜歡這種類型片 但是呢在他們印象當中 中國乒乓不應該有挑戰 所以他要重新理解這個故事 他能不能真正引起共情和共鳴 因為畢竟說的是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事 我 這就看能不能爭取到年輕觀眾 老觀眾就覺得真實的比賽比這個嗨 你看這裡面就會有存在一些尷尬 我以親身體驗來告訴這些95號的年輕觀眾 就是如果你們不了解乒乓球 或者不了解中國乒乓曾經遇到的困境 這部電影會讓你們感到激動的 為什麼呢 因為體育類型片 它本身就是非常勵志 非常燃的這麼一個類型 它永遠是開局 就是很糟糕 遭遇挑戰 迎接挑戰 然後不斷奋進 遭遇人生低谷 用句話說就是靈魂黑夜 然後絕地反擊 最後在不可能的逆境下完成挑戰 這是類型片的體育類型片的一個常見的類型 對 好 中國乒乓這部電影完全完全全的按照這個類型 做到了 做得非常的好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摔跤爸爸 印度電影 有多少人了解自由式摔跤的 古典是摔跤的 沒有人了解吧 那個電影一樣看得你肉血沸腾 但是 好我就明確告訴你 中國乒乓 就是如果你看摔跤爸爸 你的爽感是比方說8 中國乒乓 你看中國乒乓爽感是14以上 我想說就是中國乒乓 他這個拍法是把它當成拳擊 或者說把它當成自由搏擊 這個都有成功的代表作啊 的電影來處理 但是摔跤爸爸略不一樣 摔跤呢 在摔跤爸爸那種方向 有一種體育電影 包括棒球也拍過啊 包括自行車 他是把規則 你不管你懂不懂 他都默认為你不懂 並且還要告訴你 這個運動的魅力 這個規則大概是怎樣的 也就是說 體育電影有兩種拍法 一種是 不會詳細介紹這項運動的規則 反正你直接看拳擊 誰把誰打倒不就完了嗎 沒那麼簡單 我一說觀眾 不懂拳擊的人 很簡單能理解 但有一些複雜規則的比賽 包括乒乓球 屬於複雜規則的比賽 那麼中國乒乓是沒有把它 按照介紹規則的拍法 這裡面我會覺得 這是他可能市場的風險 創造上風險的一個主要原因 乒乓球 對於大多數觀眾來說 其實不需要介紹規則 除了像我這樣的觀眾之外 一般人不需要了解 我想說 中國人大部分 因為太瘦乒乓球了 如果你這個電影 不把真正的乒乓球的微妙之處拍出來 愛乒乓球的這幫主體觀眾 他會覺得不滿足 如我 我會覺得不滿足 電影 電影是大眾娛樂 你要想真正的那個 講乒乓球運動的這個 就是魅力和奧妙所在 你應該拍紀錄片 或者換一個方法拍 如果你要拍一個勵志 那個熱血類型的 你就得按照現在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是什麼呢 我就要跟你辯一辯 就像你喜歡科幻電影 咱也聊了流浪地球 如果流浪地球不請那麼多的 真正科學顧問團 不把實打實的科幻的 科學的那個味道 給他拍出來 像紀錄片拍出來 你會覺得科幻迷會滿足嗎 現在就是乒乓迷會滿足 這一版的中國乒乓嗎 我擔心啊 沒有沒有 咱們用科幻片筆不太合適 體育電影類型 我非常的熟悉 我雖然不愛運動 但是我很奇怪 我很喜歡體育類型 就是體育電影類型 我熟悉非常多的類型 比如說 美式橄欖球 拳擊電影 拳擊電影是拳擊 拳擊是拳擊 這兩個類型 棒球電影 我不會打棒球 我也不懂棒球規則 我不會打橄欖球 我也不懂橄欖球規則 那不妨我欣賞 這幾種電影的魅力 還有籃球電影 這都是運動 這都是那個 就是運動題材裡面 很常見的類型 包括什麼摔跤啊 你注意到沒有 特別適合拍那個電影的體育類型 全部都是直接進行 激烈身體對抗的類型 所以我就說 橄欖球 你舉這個例子 和棒球特別好 規則特別複雜 但是他們的目標 主體核心受眾群 都是真的 特別懂棒球規則 和橄欖球規則 並且電影拍的 隨便說一個挑戰星期五 隨便說一個 主流好萊塢電影 都是正經的 把那個技戰術 拍的非常準確的 他們沒有把這些東西忽略掉 我是講的是這個 我覺得中國民謀裡面 很多東西他就忽略掉了 給我感覺拍 比賽的過程當中 比較潦草 因為 這就是我們兩個觀眾的差異 對 咱倆代表兩種觀眾群 因為我對平方球運動不了解 所以說我完全沒有感覺到 你意識不到 我完全不知道 你說忽略那些東西 我只是覺得這個電影的節奏 非常的流暢 人物的情感 這個我承認 人物的情感都非常到位 然後所有的比賽的點 都抓得很準 然後那個 一點點技術細節 比方說膠水啊 膠皮啊 什麼正過反握啊 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 直拍橫拍 暴露了 好吧 沒關係不重要 我也不了解 膠水膠皮 有什麼重要性 但是我就知道啊 有這點東西在裡頭 我就知道 OK大家在一點點的 所有的細節上 不足的就去補俗 嗯 不懂的就去想辦法 搞明白 然後包括排兵布陣 對吧 就是怎麼去 專門去那個 有一個人 隊員訓練了四年 一直血藏的 到最後騎兵拿出來 攻擊一把幹倒 就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電影的魅力 就故事的魅力 人物的魅力 對給我的感覺 鄧超于白美 嗨的是你剛才說的這點 故事的流暢性 人物的情感這方面 但是經常我們說那個話 就是漫威電影 為什麼拍的好 那是因為他們 凱文废奇 帶領了一幫 熱愛美慢的電影創作者 而不是找真正的 只愛電影 不怎麼看漫畫 就他們倆我覺得 應該不是那麼熱愛 和熟悉乒乓球 我是這個意思 不是 就不會放那麼多硬盒的東西 不不不不不不 恰恰我不這麼認為 我認為這兩個人 是應該是對乒乓 這兩個主創 和這些演員 應該都是對乒乓球 是咱不說我熱不熱愛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肯定下了功夫的 那肯定 片中所有演員 都是自己上這打乒乓球的 對 好壞咱另說 反正以我來說 我沒有看出什麼問題 嗯 然後說明 那就說明這些運動 這些演員一定是針對了 針對性的訓練 這個我倒是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優點啊 大家就說 我不管他怎麼用了 用不用替身啊 或者鏡頭那麼遮荡拍攝 這小球看到的部分 是經過了一些訓練 像模像樣的 是還OK 說實話 因為乒乓球 可比網球好集訓 如果你們我們看李娜 不知道 我不會 我最近在選網球嘛 就是李娜 那個電影 他必須在找一個 演技 從頭就是 你看過李娜嗎 我沒看我沒看過 你說什麼 我說的是導演選擇 就你沒法讓一個純小白 他是真的封閉訓練 像當時李安對湯文亮的訓練 他真的才能打成像職業選手 但乒乓球我想說的是 把你集訓個三個月 你也可以像不像一看也差不多 我是這個意思 乒乓球好奇 中國人有這方面的優勢 你有點高看我 三個月我來六個月 反正總之啊 就是你要讓我演電影 我肯定能練出來 但是我就想說中國人 那當然了 我也同意一點 只要你中國人 就是怎麼著都能練出來 這個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特別適合中國人 因為網球 你想擺個架子 都是錯的 乒乓球好學一點 像是對網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我這種 就是對乒乓球幾乎有所知的人 只是在小學打過乒乓球的人 我在跟老外打乒乓球的時候 我都能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叫民族自信 民族自豪感 這什麼呀 反正就是我們就 先說回來 我認為這個片子的主創 應該是 對這個乒乓球運動 是很認真的做了投入 咱們舉個小細節 邓超演的那個教練 按照你的說法 應該對應的是蔡振華 當然 他應該是一個很著名的運動員 對吧 是 但是你注意 那個鄧超演的這個教練 他是用左手拿拍子 嗯 鄧超不是左撇子 他一定是練過的 呃 所以這個 我覺得他是模仿的 因為鄧超也是個好演員了 肯定下苦工了嘛 說起來比較感慨 中國乒乓這部電影 真的是春節黨 那個流浪的小破球 去年的中球黨 流浪的小破乒乓球 他是從去年的中球黨開始 推到國慶 然後推到春節 現在又推到2月17 對 不斷的推打 就是這個有很複雜的市場 2月17也不是什麼 好党器 空閒的党器 因為我是湊巧在這個 典映裡面看過 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就是 因為市場因素呢 導致他沒有被更多的觀眾看到 以至於他沒有機會去醞釀 和發掉自己的口碑 嗯 然後再加上就是春節黨電影是這樣的 就是這玩意叫一鼓作氣 再而解 三而摔 就是不斷的這種推遲檔期 其實對這個電影的這個市場創造來說 不是一個好消息 對 我有點可惜就是一個好電影背後一定凝聚著 非常多的工作人員和創作者的 這麼一個心血 咱們不說票房吧 他沒有機會被更多的觀眾看到 在第一時間 對 這是一個對於創作者來說 是個很大的惋惜吧 反正小北給了不得不看啊 我給了愛看不看這個差異點 大家剛才也感受到了 我們倆是各方面的感受上的差異 理解上的差異 但是我們倆也有共性的認同 就是他的流暢度啊 他的類型上的一個表達啊 但是我的個人的偏好 我的個人的興趣愛好 我對體育運動的 呃 興趣吧 讓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的角度又略略不同啊 我作為一個這個對平常球運動一無所知的 但是對體育電影特別熱愛的 這麼一個影迷型的觀眾 我非常喜歡中國平凡這部電影 所以說呢 我是希望呃 就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對體育類型片很感興趣 請讓這部凝聚了很多創作者心血的 同時非常優秀的體育類型片 能夠有機會和他的潛在的目標觀眾見面 如果你是對體育電影給有興趣的話 不要放過他 不要錯過他 什麽叫不要放過他 然後本來我是按著跟小北的 我們倆的共識的那一部分 我對這個電影市場是有期待的 但是很抱歉 經歷了小破乒乓球的流浪 我對市場上其實也不敢期待了 我其實是審慎的不樂觀 就是市場不重要了 因為對於這部電影來說 最重要的是說 讓想看到他的觀眾能看到他 對吧 鄧超不會同意你 怎麼市場都不重要 好吧好吧 好 那我們今天這段先聊到這 拜拜 用左撇子打乒乓球的人 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 再給大家普及一個小的知識 我現在打網球也用左手 然後怎麼要聯繫到自己 所有教練說了 任何的球類運動 如果大部分人用右手很正常 如果你是左手持盤 你只要打出來了 你就讓對方特別難受 因為你怎麼打你的正手是對方用反手來接 所以你就會贏面很大 對 你看 所以我就可以 我現在已經有一個 雖然只學了網球兩個月 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外號 叫焦大娜膽 我也不知道娜膽是誰 但是我就知道一件事 娜膽是個左手的世界冠軍 網球冠軍 我就知道一件事 我用左手 焦大娜膽 這是我朋友取笑我的 但是挺搞笑的 挺搞笑的 我聽了都很開心 大家好 我是關雅迪 我是長鬼 熱愛電影的我們 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 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映平 你要帶我去哪兒啊 那是大海的最深處 所有的秘密都藏在那裡 一部動畫片 深海 對 深海這部動畫片呢 就是是一個就是爭議 比較大的這個片子 然後呢 咱倆有爭議嗎 我不知道 咱之前也沒對 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我先不解釋理由 我一個推薦 你是一個推薦是吧 我也是一個推薦的 我也是一個推薦的 這個咱倆好像就流浪地球二 以來第一次出現意見同意啊 我想我的推薦理由 他沒有我想的那麼容易看懂 不是只對大眾觀眾 但是我給一個推薦就是 他的大膽 這個導演 我覺得能給出了一種全新的一種 動畫的視覺呈現方案 我覺得 隔於這個創新 我就一個推薦 我覺得是夠了 其實我的態度是 我是要比那個一個推薦 再多一點點 是嗎 對 再多一點點 但是又沒到那個 兩個推薦 不太不看 就是比一個推薦要多一點 我認為其實深海這部電影 雖然說這個 口碑上稍微有點兩極分化 但是作為一部 國產動畫片來說 他在很多環節上 尤其是在技術環節上 在美學環節上 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其實嚴格說來 他是千鱼千尋 再加這個少年派的期望漂流 再來點哈爾的移動城堡 哈爾移動城堡都無所謂 就是我認為他在裡面 其實他在裡面還有一個環節 是他其實是受到了 還有海賊王 不是 是 殺手來啊 就是這個殺手不太冷 他是受到了這個關係的影響 這個電影出了個衍生品 叫深海大飯店 它叫畫冊 畫冊裡面有這個樣 所以這就不是我的猜測了 這個電影最難的是什麼呢 最難的是扛過前半小時 開頭這個畫面做的特別灰暗 就是特別訝異 我說這個 為什麼 然後很快 當這個正片開始之後 就是那種超高的色彩飽和度 和炫爛的那個色彩畫面細節 還有畫面細節 出面而來以後 我說 就這種對比我就出來了 我就明白導演的意思了 這個電影其實本質上講的是一個 患有抑鬱症的小女孩 在一次出海旅行之中 遭遇了一次那個海難的意外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憑藉這個之前的這個就是想像 然後憑藉這個小丑的這個 生死迷流之際 小丑的幫助 他在生死迷流之際 然後經歷了一次 經歷了一次這個大冒險 然後完成了自我救贖 並且用這個自我救贖 投入到了全新的人生之中 這個故事本身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你不看到最後半小時 甚至最後十分鐘 你是不能夠明白這個故事 整個的這個含義 但是他的這個套子和結構 我其實沒有那麼的太在意 我甚至覺得他可能 把過多的寶壓到最後十分鐘了 那麼在整體上 我為什麼沒有給到像小北一樣 比一個推薦再多一點的 給到兩個推薦 我覺得在一些很技術層面上的問題 他其實可以做的更好 會讓這個電影變得更加完善和有創意 比如說就是他的配音 我是對他的配音是 我實在是真的挺難認受的 所以是差强人意 中國動畫片的配音 一直以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打說呢就是一聽 就是在旁邊拍出來的那種感覺 它不是表演 它是配音 就是實際上聲音表演非常重要 我不太清楚他的製作流程 因為我看片尾字幕裡面 還有那個真人演員 就是做了那個 就有真人演員參與 就是他肯定是先預拍了一遍 然後再做動畫嘛 有兩點 其實中國動畫電影都在不斷的進步 一方面是小北說的這個聲音 是短板是比較落後的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視覺層面上 在攝影師的思維上 動畫電影導演 已經跟真人的攝影師 在完美的進行融合 在一步一步的迭代 這次深海 你會發現深海 這是成馬 對吧 成馬也是拍真人電影的 攝影師道 所以他們的運鏡 其實已經非常的就是有經驗 他們不是完全說 我是一個動畫 我是一個想像的世界 就是過度的鐵馬行空 沒有他要考慮到很多 現實層面的一些運行規律 和觀眾的接收度 但是在聲音層面上 我覺得可能未來 動畫中國國產的動畫電影 在電影的聲音指導 可能也要找經驗更豐富的 《流浪地球2》的聲音指導 除了王楠潤老師之外 還有祝延峰 他後期魂錄是非常厲害的 祝延峰老師 經常給中國動畫片做魂錄 楊簡靜他做的魂錄 咱們只需要請一個 好的這個聲音指導 這個聲音的問題就解決了 這不是大問題 這是將來這個 中國動畫電影 就是需要改進 或者需要提升的 這麼一個環節 就是演員的角色的 這個聲音表演 和整個動畫片的 這個就是聲音環境的設計 這個都是需要強化的 我覺得他如果按照雅克塔蒂 遊戲時間那種方式拍 這個片子不需要文字對白 需要人生都是旁白 大家看一個末片的方式 但是有聲音的末片處理 我覺得會非常精彩 我能get到所有的故事 我覺得 然後我會選那種風格 對 一個 不影響他的趣事的 一個原來決定 在國慶島上 後來改造 春京島上映的 這麼一個動畫片 成本製作成本這麼高 然後你用這麼先鋒的 藝術表演說 對大多數觀眾來說 是很先鋒的藝術 你不覺得他現在更先鋒嗎 但是他配了一個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跟他的先鋒的表達 沒有匹配的一種 對白解決方案 我就想說他這個故事不複雜 他所有的情節 我都我看到半小時以後 我就在腦補這個方案 我說這個情節 如果用那種雅克塔蒂的風格 能不能實現 我說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其實也可以 就呢喃一下那種背景聲音 你聽不清在劇中 其實他也能夠完成 這個故事的叙事 你別逗了 你用這種方式的話 這個電影更催眠了 這個電影 片王肯定不是現在 對這個電影 他在這個畫面上 因為採用了這種高飽和色彩 然後再加上那個快速的剪輯 和超大的畫面信息量啊 其實對很多普通觀眾來說 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會有一種那個生理反應 就是眩晕 是的很強烈的眩晕感 因為我在看這個深海的時候 不能坐的太近啊 我買片擺的比較晚 看的有MX版 我坐在第三排 那太近了 我坐在第三排 看這個電影頭半小時 我是有生理性的那個反應了 就是頭暈 暈的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個3D電影 那個畫面又暗 然後後來轉亮之後 我撲面而來的信息 再加上這個片子剪輯特別快 我不理解這個片子剪輯 為什麼這麼快啊 看的我有點生理反應 就想吐 這樣的感受 我在阿凡達2測試了一次 就是我們如果不看 MX畫幅 我們看普通畫幅 正常的比如說變形寬音幕啊 你會覺得畫面結束嗎 不是 你會覺得 其實反而剛剛好 更容易投入 因為畢竟那個的寬幅的畫框 對我們看電影更習慣 MX1.85比1這個比例 看深海這種 它的視聽語言 你要再進入它 其實它因為信息量太大 畫面又這麼暈眩 那種色彩飽滿度 加上它的快速剪輯 會讓人覺得有壓迫感 對於這個深海這部電影來說 我覺得在視覺層面上 已經做到頂級了 就是它不單超越了中國動畫電影 放在全世界的動畫電影 這個層面來說 它都是可以這個 就是相提並論的 因為視覺上做得非常的出色 所以說導演在敘事層面上的一些 缺憾吧 都不叫問題 缺憾就暴露出來 暴露的比較明顯 我覺得這一塊是 將來是有機會 能夠做到更大的提升的 而且我看他的整體這個導演 你會感覺他表達的 實在是可能長版太長了 因為他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平衡 所以給我的感覺是 畫面特別堵 而且他特別堵定 這個男一號這種表演方式 你不覺得就是大勝歸來的 那種表演方式嗎 那個造型不也很像孫悟空嗎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他的延續 就這個問題呢 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呢是對於創作者來說 它叫路徑依賴 當他在別的層面上 做出很多大膽的創新和嘗試的時候 他要在一些他有把握的環節上 去做路徑依賴 就是比如說男主角的塑造上 他可能就是回到了他熟悉的環節 來保證這個故事裡面 他有熟悉的抓手 這是一種可能性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什麼呢 就是導演的創作力 在目前來說 可能稍微受到了一點局限 他沒有辦法在這個人物 這個層面上再去 對過去的自己的創作做出突破 但是我們不知道 就有兩種可能性 但是毫無疑問 就是不管是男主角也好 在劇作和人物層面上 肯定都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是只是說 在目前這個版本裡面 我覺得足夠了 就是它有缺憾 但它不是短板 所以我覺得對於深海來說 目前這個最終呈現出來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已經是值得一個推薦 再好一點點 是 這個我給推薦 就是剛才雖然說了些它的不足 但是我覺得天有彭檀 也會做到更好 一個推薦最重要的是 我看到網上一種聲音 跟我的理解截然相反 他們也覺得這個電影好 但是他們的誇讚這個電影的方式 我覺得好像跟我想的正好反了 他們覺得這個電影 特別像什麼達到的 像真人電影一樣 無縫銜接啥啥啥啥啥 我說這得說什麼 這個電影每一場戲 都只有動畫電影才能這麼拍呀 視聽語言 這才是真正的 不拍真人電影 只能這是個動畫導演的特質 釋放的淋漓盡致 包括那個船呀造型 這個故事的可能性 你說你怎麼拍真人版這個故事 對 你得類似呀 你說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會想到很多的這個影響吧 就是比方像千雲千尋 包括少年派的期望漂流 對 如果這個電影是按照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的方式去拍 這個片子 哇天哪 超大製作 在目前國內的技術 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拍不出來 你那個船怎麼整個上下 只有動畫電影 才能夠給到這種 就是非常有趣的想像力 和這種很特殊的這種視覺感受 您看比如說片中 在視覺上最大的突破 實際上他們提出了一種叫什麼 粒子水墨的這個風格 粒子水墨這個風格其實是什麼呢 大家如果看片尾字幕的話 會看到這個片子裡面 美術指導裡面有一位叫張瑜的 這麼一個創作者 就是龔長張 那個漁夫的瑜 他是國內一位非常著名的 這樣的一個就是概念 概念藝術家 然後也經常畫海報 就是那種就是粒子水墨的風格 其實就是他給到的一個 美術風格的設計 然後 但是這種東西 你要想把它變成動態的動畫 哇 這是一個非常奢侈的製作 你真人電影裡面 這些東西都根本呈現不了 他就 我想說這個電影 我至少給一個推薦 就是他特別動畫電影 特別動畫思維 特別的動畫的方式的 獨有的那些表達的魅力 雖然略有缺愛 我也提到 但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因為我們看到太多的相反的例子 就明明是個動畫電影 而且有時候批評新海城 就說你太真了 你這跟拍真人電影有啥區別 但他有他的唯美之處 還是有區別的 但是很多動畫電影 其實都沒有抓到 我拍動畫電影的 最根本的那個東西 對 那填好朋友也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所以說對於深海這部電影來說 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的長版特別長 短版不短 這個就可以了 但因為他長版太長了 所以他的短版 讓我覺得有點凸顯 對 就是因為他的長版 特別的出色 長得太長了 所以短版呢 就顯得好像不足 但實際上短版也是過了幾根線的 所以這是沒有問題的 對 就是這個對比的問題 說到這兒 我最後查一個問題 就是你還記不記得 在這個春心腦前瞻的時候 你曾經把這部電影列為 約會電影 最佳約會電影 然後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怎麼樣 我看完這個電影之後 如果你帶著姑娘去約會看這部電影 對不起兄弟 失策呀 失策呀 看完這個電影之後 為什麼呀 你們倆心情都會很抑郁 沒有機會發展後面了 但是我先問你 有沒有情侶吧 你看的那場 我看那場有情侶 那不就完了嗎 大家都很投入 真正的約會電影 可能是我運氣不好 是吴明 我去看吴明的時候 那一場 全場十對情侶 只有我一個單身狗 哦 你帶你老婆去 而且有一位兄弟 不知道為什麼 帶了倆姑娘 你看 我的前後左右的兄弟 都在給她們的女朋友解釋 這個劇情怎麼回事 這個人物怎麼回事 人物怎麼回事 絕對都在胡解釋 不是 我跟你說 你的這個吴明的遭遇 其實完美的解釋了我 剛才其實也要了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話 去看我們倆的春節檔 前瞻那一趴 我曾經說這個 檔期七部電影當中 有兩部是和約會 一部是深海 另外一部就是吴明 你已經用了解釋 其實同樣 深海很多人也是看不懂啊 所以說 就適合那竊竊私語 不不不 約會的竊竊私語 不不不 那個吴明呢 因為你是真的看不懂 而且你怎麼解釋他都對 所以這個沒問題 深海這部電影 你要是當成約會電影的話 看完之後啊 就是 就是說實話 粒子水墨還叫怎樣 不不不不 如果你比較敏感的話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心情不會又好 今天我就沒別的心情了 咱們更回各家吧 沒有 我覺得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吴明和深海 在我看來看完了 我也依然坐實了 我們在前段時候說的這個約會電影 這一趴的判斷 還是我覺得很適合約會 我就說過來啊 就是深海這部電影 是一部我覺得 就是很優秀的國產動畫片 然後呢 他在視覺上做到了很大的突破 在視覺和想像力上 都給到觀眾很大的享受 故事 雖然說可能大家略有爭議 但是他仍然是淺顯易懂 並且過了幾根線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部電影呢 就是在我看來 我是給一個推薦 然後再多一點點 就是給到他的各種創新 然後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再用這種 插哈打魂的方式 對這個田小鵬導演的這種嚴肅的創作 干擾他了 我非常嚴肅啊 就是我給了一個推薦 沒有給多那麼一點點 首先我覺得長版非常長 而且是非常動畫電影思維的一部 越長時間回頭看 越能看到它的價值的一部優秀作品 不要被他不適合的春天檔說遮蓋 但是對應的 我說他的短版 可能像你說的沒有那麼短 但對我就覺得很明顯 就是他的對白和這種聲音處理 旁白配音沒有我覺得該有的那麼好 這是我對他不多的一個小小的批評吧 你說的很對啊 就是我看完深海之後 我一個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呢 就是深海是一部很好的動畫電影 但是呢 他來錯檔期了 春節檔是個大賣場 大賣場是說什麼呢 誰的吆喝的聲音大 誰的嗓門高 誰的貨品有特色 誰就能賣的好 但是對於深海這樣的電影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需要更長的放映窗口期 才能夠找到自己合適的觀眾群的 這麼一部電影 熟悉的嗎 熟悉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要決定要在春節上這部電影 我估計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給嚇怕了 能上趕緊上 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就是說不能再等了 我必須要現在上 否則我扛不住了 因為你要注意啊 就是深海這部電影背後的出名方叫十月文化 嗯 對於科幻迷來說我提醒一下啊 三體的真人電影版的版權在十月文化 嗯 田耀鵬導演可能是真人版三體電影的 就是真人電影版的三體的這個導演人選 不管怎麼樣 就是請十月文化堅強的活下去 活在電影出現的那一刻好嗎 對 好吧 反正就是啊 我們對這一部田耀鵬導演深海 對他真正的感受 給自己多一點點時間 對對對回頭再看會有新的發情和感受 對因為這個對於我們這個節目上線的時候呢 其實春天黨最熱鬧的 最熱鬧最紅火的那時期已經過去了 然後大家已經開始逐漸的恢復正常生活了 那麼在這個恢復正常生活的這個期間 如果你還沒有看深海 我覺得你不妨可以嘗試去體驗一下 因為它是一種很特別的光影體驗 對吧 不要被 不要被太多的負面意見所干擾 因為為什麼呢 喜歡不喜歡一部電影 最終還是您自己說了算 不要聽我們改這兒胡說八道 因為我們都只能代表自己的觀點 對我們的只負責把我們的感受 作為一個參考 可能差缺不漏 讓你有了更多的共鳴和感知的豐富的程度 至於好壞 我和張小北和你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會有自己的口味 這無所謂的 好 我們等級就錄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大家看到那個網上的書籠找情報了吧 就是黃金王老五體見貌美博士在讀 然後那個 又要說到那個 有車無房 存款不明 然後還是翻船冠軍 很會浪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我只能說很會看電影 可能還能說一說很會浪就算了 大家好我是關雅迪 我是張小北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映平 美洲映平 你家是哪兒啊 比如說你是東位人 你就 滾豬了 你要是北京人的話 你就快玩去 爸爸是我啊 爸爸是你 你趕快走行不行啊 爸爸是我 爸爸是你也行 你快走啊 哈哈哈哈 大人 內蒙古西林國熱門太不刺起 那就喊滾 普通話大家都能聽得到 我們是要聊交換人生啊 對 所以我說這個障眼法 其實我給的是 見戲別看 啊 算是給大家一個煙霧彈啊 交換人生 導演是蘇倫導演 蘇倫導演 抱歉蘇倫導演 這個我的確是不太喜歡 我就給了一個見影別看 就說這事兒嘛 你這兒一開始聊這個 我的觀點是愛看不看 無論如何 觀眾在春節的時候看喜劇 其實是一個市場剛需 也是一個就是慣例吧 對吧 那麼本來呢 就是在今年春節黨 就是交換人生 作為這個唯一的純正的喜劇片 何家歡喜劇還是 對 他是一個很好的主角選手 但是很明顯 就是他掉鏈子了 失去了做黑馬的機會 他作為一個喜劇片 就是中規中矩 但是注意啊 你還是比較客氣 不是 作為喜劇片中規中矩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還有個問題 就是可能這個咱們的主創人員 對此略有不同 但是我會想說 這個片子 這個男女主角選的有問題 就是那個雷家音加 和張小斐 張小斐 這個組合在螢幕上沒有化學反應 沒有任何的化學反應 沒有化學反應 主要的原因 我為什麼說你比較客氣 你說中規中矩 在我看來什麼 叫老套陈舊 如果是中規中矩 我真的就給艾卡布看了 但是在我的標準裡面 他真的就只能是見一別看 我看的全過程 真的也被革置笑了好幾次 但是我知道我來不動 完全來不動 這個電影 他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奇幻喜劇家庭类型 你不覺得他太亂太複雜了嗎 咱們一樣說 他作為一個奇幻喜劇家庭片 他對我來說 他裡面所講述的很多東西 都是脫離我的日常生活認知的 就是一個最大的困惑是什麼呢 這個片子裡面的主要演員 都是東北人 為什麼要把故事放在上海呢 還拼命的去找我 就是解釋一幫 為什麼一幫東北人在上海 就是我理解上海是一個很洋氣的地方 它很適合奇幻故事的發生地 選了兩個東北演員 哪指 殺意不是東北人嗎 全班大部分都是東北人 對 東北人 對 然後就是有一種微妙的違和感 這種 而且呢這個片子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片子存在著一種 就是很奇特的路徑依賴 為什麼呢 他有套路 有各種套路 我們剛剛在 楊恩佑叫什麼 對對對 我們剛剛在另外一部電影裡面見到過他 對對對 很好的一個小演員 非常有靈氣 但是在這裡面完全被浪費了 這是打醬油的嘛 他是最打醬油的一個角色 對 那部電影叫什麼來著的 楊恩佑 完了 對 人家片子也賣了十多億 你想不起人片名 你就不合適了 是哪個片是哪個導演 我就突然忘了 你看你也想不起來了 什麼故事 我看著他那麼眼熟 楊恩佑 剪掉 對於春節檔的觀眾來說 就是一部這個中規中矩的喜劇 是肯定不夠 實際上它是屬於叫做奇幻喜劇家庭電影 也就是說奇幻是一個主類型 很多的喜劇橋段呢 是屬於就是 它介於幽默和搞笑之間的 這麼一個環節 就是換句話說 作為喜劇它不夠高級 對 那麼對於春節檔的觀眾來說 春節檔的觀眾非常的挑剔 說你不讓我哈哈笑 你不讓我笑出淚 你就不是喜劇片 對張小斐雖然說有這個就是 尼好李煥英的加持 但是注意啊 在尼好李煥英裡面 真正的喜劇元素的這個 不在他身上 對 全都在沈騰身上 沒有在那個女的 在導演和女主演身上 在假兩人身上 那也就換句話說 就是咱們之前 經常有一種 就開玩笑的說法 看判斷一個喜劇片 最重要的指標 是看韩騰量多少 對吧 那這個片子裡面 雖然說雷佳音加張小斐 是兩個很好的演員 但是他們 他們並不是標籤鮮明的喜劇演員 同時呢 就是這兩個演員 在選角上 我認為是出現了失誤 所有的愛情片 所有的愛情片 選角特別重要 就是兩個一男一女 出現在同一個鏡頭 裡面的時候 觀眾一看過去 就說哦 他們要相愛了 這種話語反應非常微妙 把雷佳音和張小斐 放在一塊之後 他倆像兄妹你知道嗎 我給你來 我來解釋一下 就是我的分析 為什麼他沒有佔住 這個喜劇片的這個框 就是因為 首先在劇作上 我覺得真的是 他劇作上 解構上出現了問題 交換人生 誰跟誰交換 是張又浩 跟雷佳音交換 就意味著 我默認這個故事 是不是你得讓我看 這兩個人 那的確他也拍了 這兩個男性的故事 這本來是故事的主角 但是他的市場 要賣張小斐 因為打這50多億票房的 第一次擔任女主角 導致大家的預期落空 拍了很多 你不覺得張小斐 被浪費了嗎 他被浪費這是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 就剛才你提到了 很重要的一點 這是張又浩和那個 雷佳音互換身份 對啊 那也就意味著什麼呢 觀眾很快會意識到 一個讓觀眾覺得 很不安很尷尬的情感點 就是張又浩和張浩斐 兩個人在一塊談戀愛 是什麼感覺 一想就是不舒服 而且他最早其實是個 師生戀 但是他這個師生戀的故事 不能拍嘛 就改改改成現在一個 什麼什麼班啊 什麼這種東西 你放在過年的時候 放這種關係吧 就是觀眾可能 對交換人生好像不是個原創 是個改編嘛 對改編 對就我記得交換人生 在不同的國家 這個改編的版本 都能夠把當下的主流社會 大家關心的社會的 不要說議題了 就是社會話題 都能夠融進了 就是這個吧 第二點就是我想表達 就是他被架空的太厲害了 對 就是你說了 你說的架空 也就是說把一幫東美演員 放到了上海 這本身就把這個架空更架空 所以第一 我說預期呢 錯位導致他因為的劇作結構 重心不明 既應該是兩個男主人公的故事 結果非要加了一個愛情戲 第二呢 就是這個架空感太強 對 這個喜劇感就建立不起來 方方面 這是我對他的這個這個 化學效應的一個小分析啊 我又回到那個 我剛才之前反复提到 我的一個話題 就是對於春節黨電影來說 類型鮮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如果你類型很鮮明 在春節黨觀眾就會那個 就是會認知度會更高 因為觀眾不需要開忙 他不鮮明嗎 你覺得 也還算鮮明吧 不鮮明啊 因為之前的所有宣傳裡面 都在提說 這是一個喜劇片 觀眾是抱著喜劇片的期待之間的電影 看電影了 當然也還算喜劇吧 no 觀眾進了電影之後 發現這是一部奇幻愛情家庭片 有喜劇元素 但是它是一個奇幻家庭愛情片 說白了就 它是愛情片 沒有那麼搞笑 對對 是吧 觀眾對於搞笑的需求量 在這擺著呢 我很簡單 滿江洪它其實是個懸疑電影 只是有喜劇元素 對 但是它有沈騰在 而且含騰量很高 對 沈騰是第一男主角 對 所以觀眾說 有沈騰在 他有什麼出版 那他就是喜劇片 我不管你導演想拍什麼 我不管你導演想講什麼 他就是喜劇片 我就笨著著來著 然後沈騰在裡面 也確實從頭到尾都是他 也很賣力 對 那觀眾說行 我滿意了 對於交換人生這部電影來說 我認為它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傳遞給觀眾的類型特徵 和這個電影本身表現出來的類型特徵 它中間有落差 對 這樣的話會導致觀眾就是說 會有問題 因為你看我看那場戲的時候 很明顯觀眾都是奔著喜劇來的 有全家來的 有那個情侶來的 對吧 像我這種單身的很少嘛 但是 大家都是在 不嫌不淡的在笑 就是會笑 該笑的地方會笑 但是是那種不嫌不淡的笑 你像 過去的開麻的那個喜劇 狂笑 觀眾狂笑 就是笑到那個 就是出眼淚 笑到把爆米花筒打翻 對 是要笑到跺腳 真搞笑 對笑到那種程度 OK 那這個對觀眾來說 OK 這個是春季黨喜劇的標準 那所以說 相比之下 那觀眾對於說 交換人生這種片子來說 他就覺得不夠 說白了就是 現在大家口味都很重 中國的這個喜劇認知啊 大部分是由開麻這個喜劇建立起來的 再加上過去疫情的影響 喜劇電影吧 最近是以前喜劇電影 對 最近再加上這兩年的疫情的影響 中國觀眾對於喜劇的認知 其實已經像一個相對比較重口味的方向發展了 也就是換句話說 現在這種清新爽口的小菜 已經滿足不了觀眾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這個交換人生 這個作為一個 本來是一個很有潛力的種子選手 在春季黨就是 掉鏈子的一個 我認為是個主要因素 我也覺得問題挺大 我們回到電影本身的話 就是中規中矩沒有大毛病 對吧 但只是說對於觀眾來說 這個期望值落差太大 嗯就是我為什麼說 對我而言問題還挺大的 就是畢竟我是 還蠻喜歡蘇倫導演上一部超時空同居吧 當時我記得是跟 復生者聯盟二還是幾 同黨上映還搶下了六億多的票房 而且那個的感覺 他也是奇幻的喜劇啊 那個好像也是有 原廠改變 雷佳音和佟里亞 對 但是我覺得他們就有 chemistry就是那個化學反應 超中空同居這個片子的選角非常成功 對呀 為什麼呢 因為雷佳音跟佟里亞放在一塊之後 觀眾願意相信 說他倆真的有感覺 就是有感覺 我相信 對吧 那好那現在呢就是 到了這個 對張小斐來說 交換人生之後就是張小斐和 不能完全怪張小斐 因為這個劇作結構 我一先說劇作結構 戲眼不在張小斐身上 他依然扮養了在你好李幻英里面一個女二的位置 但是在這個戲裡面他名字上叫女一 那有啥用呢 戲眼不在他那 交換人又不跟你交換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尬 然後呢 但是我們又都知道他是你好李幻英的張小斐 他就那麼火 大家要等著他身上 要有笑料在他身上 然後一次又一次的落空 連來幾次 我們這個事兒就後面就起不來範的 就已經 就沒辦法 所以你看目前市場上也 也看他就是的確確就是 就不太行 這個機會給了曼江洪 對就是他讓出來這部分市場份額 被曼江洪全撈走了 所以說今天春野黨 一會兒細聊啊 今天春野黨馬太效應 特別明顯 就是凡是那個就是多的 你都拿走 少的就都給你搶走 就是導致了就是說 那個就是交換人生 他作為一個喜劇片 本來是應該有機會 拿到一個他的市場份額的 對 全部被曼江洪拿走了 就是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好吧反正我自己再重複一下啊 就是真的我全程略尬 以及我覺得他比較成就和老套 我也笑不起來 我就直接直白一點給個建議別看吧 對 就是我認為呢就是交換人生這部電影呢 他作為一部這個奇幻家庭愛情片 就是各方面其實是中規中矩的 但是呢 因為他為了針對春野黨的市場 所以他一直在主打喜劇這個類型 所以導致了觀眾的觀影期望值 有一個較大的落差 所以說會導致就是說 觀眾對他的口碑各方面 包括市場的反應都不太好 所以 但是片子本身 我覺得沒有太大問題啊 所以我的意見就是說 艾卡不看 就是稍有點可惜 行吧那我們就交換人生 就交換到這 好我們下節目再見 拜拜 因為你是一個約會愛好者 所以說你對這個 約會愛好者 這個還行 我說你不能給我爛造名事啊 所以是 我們是一個正常的單身男性而已啊 如正常的相關的約會 我說的重點不在這兒 我說的重點是說 你作為一個約會愛好者 你什麼又約會愛好者 我作為這個普通的中年男性 下架已久的男性 對吧 什麼約會愛好者 你中年下架 大家好 我是關亞迪 我是長鬼 熱愛電影的我們 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 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映平 爸爸 我是小野雄 我是我的孩子 春節的2023年啊 這終於到了熊孩子們 最喜歡的一部作品 兩個導演的名字 我都記不住 對不起 然後熊出沒 你只需要記住這三個字就行了 熊出沒 還有個副標題叫伴我熊心 這個記住了 無所謂 無所謂 每年春節的啊 我們就是都會有一部熊出沒 夾著包過來 你們打你們的 我拿走我該拿走的 熊出沒是這樣的 我永遠只做我自己 跟你沒關係 然後呢 我們今天也看到了 永遠只做自己的好處是什麼呢 熊出沒這部電影 現在逐漸的成長為了一個 春節黨的標誌性電影 我們給他一個新的綽號 他叫做春節黨的叹息之弊 嗯 什麼叫叹息之弊 熊出沒的票房是條線 嗯 超過熊出沒了 就是春節黨的贏家 票房沒有超過熊出沒 就是春節黨的輸家 就在熊出沒的這邊各種叹息悲傷 然後超過了之後 就都是各種就是歡慶喜悅 所以熊出沒這部電影 是條金線 對對 越來越 現在已經成為了春節黨的叹息之弊 嗯 你要想在春節黨成為贏家 你就必須要超越熊出沒 對 我們說這個檔期有兩種 何家歡電影啊 這就是其中一種代表性的 是家長帶著孩子們的何家歡 還有一種叫老少皆宜的何家歡 很可惜 我們前面剛聊交換人生 他可能沒有機會做到 結果今年的何家歡 變成了滿江洪 那這個熊出沒 我是給艾卡不看啊 me too 但是 咱倆都沒有孩子 我覺得對於很多有孩子 還不是很大那個孩子的 可能對他們是不得不看 而且十幾歲的孩子 都是從小看到大的 我覺得即使 對於那些 有徐靈前兒童的家長來說 熊出沒這部電影 也是不得不看吧 是什麼等級 根本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家孩子要看 這大過一切 而且孩子那句話 過年了 你總得帶孩子看電影 那你別再看不了啊 那你就看熊出沒吧 然後你還能借着機會休息一會 挺好的 我們這個愛看不看 真是我們兩個中年男性的 一個代表 廣大普通觀眾給出我自己的一個真實的評價 我代表自己啊 經過這麼多年的這個市場考驗之後啊 我認為他現在其實是有機會變成一部真正的何佳歡那樣的 只是看後面 就是咱們的這個就是光頭牆他們願不願意去做出這個突破了 因為現在熊出沒這個電影是屬於躺贏 就是我躺著就能掙錢 我為什麼要做起來 我覺得也不能說躺贏 就是在他們不斷的創新 因為我是連續幾年我都買票去看 包括去年那一部 叫什麼去重返太空什麼的 再往前那一部是原始人 我記得 然後這一部是伴我雄心講的是找媽媽的故事 就從那熊兒找媽媽 重要吧 很重要啊 我想說的是在這一集裡面 大家口碑 我聽 我就聽這些家長散場說 都覺得比去年那個還好 但有一個男性家長就跟我這樣 我會覺得去年那個更熱鬧 所以我喜歡太空的那個 這次為什麼那麼好呢 就是他真的煽情 就是小磕頭找媽媽 是我小時候看的上海美術電影直片場 我就覺得 時隔了這麼多年 現在是熊大熊二找媽媽 最後就是真的好多類點 現場小朋友 真的只有今年 我連看了那麼幾年熊出沒 在裡面沒有哭鬧 沒有跑來跑去 就是都認真的看進去了 而且家長也都跟著看進去了 我覺得人家我剛才說不是 那麼躺進去 人家還是花心思了 找到了這個點 但是他付出了個代價 你知道什麼代價嗎 你看了吧 沒看 光光 光頭牆 成了擺飾 他已經進化到這種程度 是這樣的 我雖然答應你了 但我沒看 因為我實在是來不動 經常有個開玩笑的 就是剛才我說那個 叹息之弊是一種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春天黨電影啊 是以一熊為單位 就是你這個電影能外幾熊 就代表著你的這個成功 如果你能超過 超過這個單位 這個票房計量單位 如果你能超過三熊 你就是春天黨的贏家 你不足一熊 你就是春天黨的贏家 是這麼一概念 满江火源是個四熊影片 對對對四熊影片 這那麼無聊 這是什麼呀 就是這是市場觀察吧 所以我想說是什麼呢 對於熊出墨這張電影來說 它其實是有機會 成長為一個國民IP 然後進而成長為一個 真正的合家歡電影 但是呢 它是需要這個 咱們的這個熊出墨的主創 創作團隊 去做出一個痛苦的蜕變和改變的 但是一個能夠躺贏的IP 能不能成為足夠的動力 我不知道 這個動力其實 我相信他們肯定有 但的確在技術層面上 要不斷的精進 因為我舉個例子 就是這個 都產生了以熊為這個這個 票房單位的這種 它持續了好多年 但是它不是第一代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真正每年進影院的 春節黨的那個 上一代的動畫IP 叫喜洋洋 與灰太郎 是這樣的 喜洋洋大電影 雖然不在春節黨了 但是喜洋洋 這個IP人存在 是的 那麼它的主創 叫黃偉銘導演 因為我非常熟悉 因為我跟黃偉銘導演 合作過開心超人 第一部大電影 我是製片人嘛 就是我跟他有深入的交流 所以為什麼 我為什麼買票去看熊出墨 不是 不是因為我們的愛好 這的確是跟這個工作 還是有關係的 我是看的挺開心的 那麼明顯的過去的十幾年 你想想 從喜洋洋這個系列 我也看過很多部啊 所以我就說我們是中國電影 是經歷了第一個啊 動畫大的IP 金氧影院啊喜洋洋 但開心超人這個 還沒完全出來啊 其他還有什麼賽爾號啊 這些 然後終於到了熊出墨 目前是最成功的 那十億的動畫片 很難得的 而且每年都拿 我經常說春節黨 是一個大賣場 在大賣場裡面 誰的聲量大 誰的類型鮮明 誰有特色 然後誰就能買的更好 而且呢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你有沒有你的固定的 這個消費群體 是 那麼熊出墨 其實就是在這幾塊上 都佔了優勢 因為他第一作為一個十年IP 認知度非常高 第二呢 他的類型非常明確 就不管你好壞 這個就是針對著 帶著孩子的家長 這個群體來的 就是過年他 你總得看電影嘛 對吧 孩子也得看電影 好第三 他有唯一性 就是他只有他一個選擇 因為你像比方說 今天春節黨 你來了個深海 大家覺得動畫片 有競爭對手 他就錯 深海針對的其實還是成人像的觀眾 對吧 他這個成人像動畫片 他針對的還是成年觀眾 結果深海也最後不會太差 對對對 那也就是意味著說 在春節的時候 對於學齡前兒童和家長們來說 唯一的選擇也就是熊出墨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熊出墨 每年夾著包來 穩定的拿一份自己的走 然後跟別人 都一點瓜哥沒有 而且最後 他變成了這個春節黨電影的 一個標誌性槓桿 咱不說幾熊這個說 開玩笑說法 就是熊出墨從創作上面說 非常簡單 你第一能不能類型化做的這麼鮮明 所有的春節黨電影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給誰看的 一個電影是好不好看 只有解決完這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的標準是什麼呢 就是熊出墨 你在春節黨的所有電影裡面 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了 你就能夠超過這個叹息之強 進入到更大的天地 超不過 那就會被熊出墨 阻攔在這裡 要留在前面這一邊叹息 我其實能回答一個 你覺得他未來能不能再進一步 從創造層面 我覺得他的是有機會的 是為什麼 是因為之前的早幾期的熊出墨 可能處於比較低幼的階段 但是我明顯的感覺 連續這麼多年七八年以上 那麼隨著這一代觀眾的成長 他是有機會做成青少年動畫 大電影品牌的 因為他不再只需要滿足於低幼的那個人群 因為這一次包括去年 我能明顯的感覺到 家長跟的孩子們 都能一起看得津津有味兒了 而像之前幾年 可能家長在睡覺 家長在敷衍 但是我覺得最近家長能看進去了 這個是很難得的 我插一句啊 因為這個動畫片啊 尤其是像窮出墨展動畫片 它有一個市場策略 什麼市場策略呢 就是有的電影 是跟著我們的觀眾逐步成長的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慢慢的成長 涵蓋更大 更大範圍的這樣一個觀眾群體 有的電影是什麼呢 我卡死這個年齡段 然後不斷的有 就是長大了 你離開這個範圍了 然後但是又有新的觀眾進來了 就是但是我就卡死這個年齡段 我永遠是只吃這一段的 就是如果熊出墨想成長 我也像你說的那種 就是國民IP電影 他必須得學會什麼呢 就是他原來是卡死這個年齡段的 然後他的創作上限 隨著他的那個觀眾群體的成長 他不斷的他也跟著成長 對 然後會把這個市場區間拉大 是的 但是如果說他們採用另外一種策略 就是我卡死這一段 我就只吃這個年齡段的 對 那躺著正前也很舒服啊 這個事沒有對錯 躺著正前也很舒服 因為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市場環境下 能躺著正前是個我很羡慕的選擇 我覺得因為喜羊羊曾經給出過一個模板 雖然他們並不完全成功 但一個階段十七之內 他們既滿足了低幼小朋友 又滿足了職場白領 都會喜歡去看喜羊羊 那麼現在熊出墨呢 一直滿足小朋友 現在也開始滿足小朋友的家長了 那麼我是覺得他還有一些新的可能性 去在創作上做一個很大方向上的一個自我挑戰 他們還是有這個底氣的 所以我還是值得小小期待一下 明年沒錯我還要看 如果他有的話 你我都不是家長 咱就別替家長那個瞎猜了 反正對於我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對於看美中影評的觀眾來說 我的態度就是愛看不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片子你看了沒什麼損失 不看也沒什麼損失 所以您自己做主 這個我也是愛看不看 這個叫什麼義雄電影 他每這個義雄 所以他每年是波動的 但可能會在一個平均的狀態下 對於朋友來說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趕個熱鬧 好奇心滿足一下沒有問題 你要不看絕對不會有太大的損失吧 熊出墨這部電影 每年在我的純箱片單裡面 它只存在著一個指標 就是我有時候會拿那個就是 那個電影拍網數據看一眼 我說哦 我是今年的叹息之弊的標準 又給提高了 看看明年會發生什麼效果 但是我因為打車的時候去電影院看熊出墨 那個出車司機他的孩子也都是要去看的 他還跟我說說這可能是最後一步了 這個消息我沒有確認 我回頭去網查一下 您作為業內人士 我都不知道出車司機告訴我 這說明你不是業內人士了 你居然需要從一個出租車司機那裡 聽到關於電影的信息 這靠譜嗎 你也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不說呀 您不能說把那個 從出租車司機那天的消息放在節目裡說 這不合適 對我來說消息來源渠道 哪都可以 這才一個專業人士的一個心態 就是你如果要在咱們節目裡 談明年有沒有熊出墨這部電影 你得說我是聽那個 華強方特的老總跟我說的 聽出租車司機跟你說的 如果 但是這是個好消息對不對 如果一個出租車司機都關心這事了 就意味著熊出墨 你想想 真的開始深入人心了 好吧 給點鼓勵吧 給點鼓勵吧 鼓勵 好吧 再見再見 我記得有一次 那是跟哪個電影同期上映 我記得跟咱們好朋友的導演 去那個萬達去看喜昂羊的首映 然後我遇到我的環亞的發行的老同事說 以為來看支持他們的新片同一天 然後我說對不起 我拿出電票我們是來看喜昂羊 對方臉都綠了 說你們一幫導演置別人 你也好意 大家好我是關亞迪 我是長鬼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 我們都略懂一二 這裡是美洲映平 2023年春節檔到大家看到這段視頻的時候 其實大概已經常來落定了 但是還是跟小北想聊一聊 回顧一下這個市場的現象和亂象吧 對 因為今年的2023年的春節檔呢 真的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也很有意思 今年的春節檔電影啊 他這個整體的平均創作水準是很高的 然後 內容交付層面 雖然說這個可能票房數字 並沒有回復到這個電影市場正常的水準 但是從創作層面來說 就是我覺得說十年最強應該也不算誇張 由此引述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對於市場的期待值 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各個層面的人來說 都因為知道內容好 有點調的略高了 2023年春節檔 他在一個疫情剛剛結束的 這麼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再加上過去三年 中國電影因為多種因素的影響 其實在創作上還是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我們在今年春節檔看到的這個 春節檔這個電影 這七部電影 絕大多數 2022擠過來 不是 是絕大多數 是過去三四年左右的時間裡面 中國電影裡面最頂級的創作人員 和最頂級的資源堆在這兒 然後堆出來這個電影 也就是意思什麼呢 就是2023年中國電影市場開門紅 對吧 從創作從市場都還表現得不錯 但是這些資源是一次性的 後面等著上面的片子沒有了 沒有沒有這麼量級的這個製作 是的 大家雖然看到我們的大年初一的數據 隨便我不能說具體的數據啊 但是我印象特別深 就雖然的確是官員人次啊 票價下降了一點 官員次上升了一點 但是有一點注意 就是他在平均場均人次 僅僅只是超過了2021年 他甚至低於2020年 低於2011 沒有2020年 低於2019年 2018 2017 2016 2015 你知道 然後就是高於2014 所以就非常 場均人次並沒有那麼漂亮 中國電影在經過過去這三年的 三年疫情 2019年的這個影視寒冬 一共四年的這樣的一個低潮期之後啊 現在中國電影終於開始了一個非常艱難和緩慢的復甦 但是並沒有就是復甦的很好 就有點像咱們網友開玩笑說的 復甦的信號吧 對 復甦的信號 你不能說你剛說SU出來惦記兩下 馬上就去蹦滴 這也不可能吧 所以說這個場均人次 基本上反映中國電影現狀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差不多又回到了大概201415年 甚至悲觀一點201314年的這麼一個狀態 就是還面臨著非常艱巨的這麼一個恢復的過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說啊 我們是很多影院倒閉了 但是別忘了我們很多影院還在新建 兩項一扯平 我們現在和有好多好多螢幕和可以正常運行的影院 但是我還是那個問題 就是老盛常談 就拿什麼樣的好的內容填在那上面 然後加上引進片 如果你又不放開的話 就真的很麻煩 沒有沒有引進片 目前從目前看的信號來說的話 就我覺得2023年的引進片 這塊應該會有所恢復啊 因為我們現在已知了 已經有兩部漫威定檔了嘛 加泰坦尼克重映 不一定 泰坦尼克重映可能是一個謠傳 我聽到的說法是說 天方也覺得莫名其妙 說我也不知道哪傳出來這個說法 因為我們還沒送呢 我們沒送的話 這成長來的是個說法 全民期待 全民期待 雖然說這個 就是電影的整體的創作質量令人驚喜 然後市場的復甦的信號 也讓人覺得還算是不錯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過早的樂觀 我認為2023年仍然會是中國電影 一個艱難漫長緩慢的一個復甦期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在春節黨看到這些電影 整體質量都很好 對吧 但是 它是過去這三四年的積累的作品中 最頂邊的衝進了春節黨 然後之後可能今年 就是雖然後面還有很多庫存的片子 但是像這樣的整齊的水準 這樣整齊的製作的大製作的片子 基本上沒有了 今年一年都會面臨著一個很有可能就是 片子 國產片相對來說數量比較匮乏的 亂出主意的話 大家記不記得前一陣網上有一個帖子 業內和很多網友都在轉 就是那些消失的中國電影 有一個長長的名單 我覺得可以簡單的 如果把其中的相當的一部分釋放出來 我覺得可能對這個市場 才是真正好的一個刺激 就是咱現在有壓箱底的一些東西 不管什麼原因吧 反正盡量能多放出來點 最近比如張一謀導演的監獄盤石 據說今年年內上映 但沒有給檔期啊 不知道不知道 像類似這樣的被血藏 反正各種原因了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小期待一下 也不是說完全沒東西 是啊是啊 就是我們還是有些库存 但是呢就是電影市場的復甦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都很簡單吧 中國現在大概有六萬多塊螢幕吧 嗯 想要支撑這樣一個市場有足夠的活力 一年最少要有二三百步 足夠有影響力的主類型 是的 類型化製作上映 才能夠撐入這個市場 一周四步也在乘以五十二 這就對吧 但是目前來看 就是你把過去的库存全算上 這個數量都是不夠的 更何況就是說 電影的這個創作和生產 也是需要時間的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雖然今天春節檔 開門紅 但是我不是特別好的信號 還有一點 嗯 還有一個非常有值得大家警醒的話題 就是 為什麼今年春節檔 擠進去這麼多頂級的這個 中國電影制作 嗯 是因為只有春節檔這個市場 才有可能給這些電影提供足夠大的市場 那意味著什麼呢 說明咱們的偏方 可能對今年一整年的這個電影市場 並不樂趣 所以這個臨時被迫挪到2月17號的中國乒乓 就等於是檢驗一下市場吧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作品吧 但是看它能不能督擋一面啊 到時候馬上就知道了 對 但是按照以往的這個市場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春節檔之後 會有一個漫長的這麼一個真空期 春節檔作為中國電影的這麼一個特定檔期啊 它太猛了 它就像一塊海綿一樣的 就是反覆的把市場擦了幾遍了 所有的水全吸走了 觀眾的消費力其實是被透支的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我倒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 前提是建立在內容供給 不是大問題 因為剛才聊 不管是150還是200部 是能打的國產電影啊 你要不能打的湊數 你湊過200部又有什麼意義呢 前兩天跟朋友聊天室還說呢 說今年這個開門紅挺好的 但是會不會是回光返照 我說你想多了 不是這個也不能說烏鴉嘴 反正就是不用說這些 不用說這些喪氣的話 擔憂的話其實事實依然擺在那啊 這是一個整個對2023年的一個 從春節檔的一個 算是前瞻吧 全局式的一個 整體上的一個前瞻 大家再說說技術層面上 這個檔期的內部 因為最早咱倆前瞻的時候 當然說一抄兩強 後來發現事實從來不是這樣 我們是啪啪打臉 但是打臉很正常 沒有吧 實際上春節檔呢 一般都是兩種格局 一種是一抄帶兩強 還有一種是兩抄 後面帶一堆小弟 目前來看呢 今年的春節檔 就回到了另外一個 雙雄會 雙雄會 這麼多優質的這個電影 擠在一個檔期裡面 但是並沒有把整個檔期的容量 給提升上去 又變成了一個就是內卷的格局 就是這個時候無奈 這個沒辦法 兩強拿走那個 就是80億左右的票房 剩下的 大家跟著分那個不到20億的市場 這個壓力就很大了 真的很大了 所以我覺得你看 在本來說一個春節檔 我們是可以容納7部電影 但是臨時跑了一部6部電影 應該是容量是夠的 只不過說是疫情之後 還沒法恢復到我們正常的體量上 就是很遺憾 不然的話我覺得 其實還是交差還是買OK 我覺得今年的市場 差不多恢復到正常體量的八成左右吧 七八成左右 如果那個中國平方 不受這個技術因素的影響 大年初一上 還是大年初一上 那就意味著還會有另外一部電影受傷 是 就是我們這個市場現在已經撐不了 這麼多電影在這個市場上了 所以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就目前來看 其實這一次最大的 跟咱倆預判的不一樣 可能很多人也沒有想到 就是張一謀導演的 滿江洪 然後超過了流浪地球 而且很早就超了 大年初三初四 鎖定了 勝局了幾乎都 那在這種情況是 還是 應該說驚喜和意外吧 可以這麼說吧 不一定 不一定 當我們在說春節檔的時候 我們說的不是這七天 也不是說的這十五天 我們說的是一個月 流浪地球和滿江洪這兩部電影 就是這兩部雙熊會啊 我認為就是這也是今天 春節檔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體現 它反映了我們觀眾的兩種 截然不同的這個娛樂需求 和兩種截然不同的觀眾群體的構成 我認為就是流浪地球二呢 它的這個票房表現 可能在春節檔的後半程 還會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變化 是的 就是我們畢竟錄這個節目的時候才大年初五 對對 我不敢保證說這個就是 其實我們也不負責預測票房 我們這個影片 我們是在聊電影本身嘛 對 我們也不預測票房 但是我認為就是流浪地球和滿江洪 它呈現了中國電影 現在目前兩種非常有趣的消費群體的構成 春節呢 因為過去三年疫情的影響 很多人是過年是不回家的 都是就地過年 今年春節是第一次放開 然後大家大量的流動 然後再次的帶動了這個就是說 咱們的這個城市人口的變遷 嗯 那麼這種城市人口的變遷 其實對於春節的電影的這個消費構成 和這個消費動力是構成了非常大的不同 流浪地球二 它作為大年初一的排片和票房的日冠軍 它的口碑一直沒有掉下 一直很好 它口碑到目前是 但是遇到了口碑更好的 不是 嗯 它不是遇到口碑更好的 它是遇到了另外一個 在這個特定的春節黨的市場裡面 更適合 更適合的 更適合觀眾的一個競爭對手 對 這是兩種思路 一種是這個內容導向的 對 一種是這個叫做消費 消費需求導向的 滿江洪和這個流浪地球 他們都要在這二者之間去做一個平衡 就是內容導向和這個就是消費導向 它都要找到平衡點 目前來看 就是在七天假期裡面 滿江洪呢 它是一個就是消費導向 大國內容導向的這麼一個電影 OK 它是在這個時間最適合全家觀影的 這麼一個電影 所以它的票房表現很好 對 對 對於流浪地球來說 它的口碑很好 它的內容也擺在這兒 它實際上是一個內容導向電影 那也就換句話說什麼呢 我認為它在後半層的這個就是觀影人次的變化 應該會有一個很有趣的變化 就是這一塊是我們關注的點是什麼呢 我不關注這個就是票房成敗 勝敗這些東西 我關注的是觀影人次和觀影構成 你說的觀影人次 我要從給完全另外的一個視角補充一下 我們的觀察 我們要真的感謝這次全國的疫情的過風 都在剛好在春節黨之前的一個月 陸續地過掉第一輪的高峰 我們但凡想一下 如果這一輪過風 推遲三周 就沒有這個春節黨了 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至少要藍腰砍掉一半 我覺得 這就隨於電影同意者和電影觀眾來說 已經愛看電影的朋友們來說 已經很幸運了 對 今年的春節黨可不光是電影表現得非常好 就是國產劇集的表現也非常好 有非常多高質量的國產劇集 你像那個真人版的三體啊 狂猫啊等等 這國產劇集 情人上的摩西啊 對這些表現也都很好 我們的創作開始內卷了 大家都在拼命的提高 那個作品本身的質量 我覺得這個從創作上來說 是一個好的趨勢 如果說在未來這個一兩年吧 如果說我們的這個市場 開始逐步的恢復 同時呢 就是配套的 包括政策環境 包括經濟環境 好哪去我不敢吃不敢奢望 但是只要稍微寬鬆一點 我認為我們的創作者 在為這在這一兩年 那個就是 艱難的緩慢的恢復期裡面 還是有機會 為未來的市場 創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那這樣呢 就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如果說 這個良性循環被打斷 然後因為各種各樣的意外的世界被打斷的話 那中國電影可能還會在一個比較艱難的時期 再多幾年的恢復期 你說的這個被打斷 在今年我覺得 不叫打斷嘛 我覺得是至少是嚴重的干擾 就是幾部影片 比如說就咱們聊過的 吳明 滿江紅 甚至最後都波及到流浪地球2 都在網上有特別的 極端的評價 我覺得有分歧很正常 兩極評論 如果真的是影迷之間的 互相的不同的意見 我也能接受 但是明顯的這次我就超出了這個範圍 絕對是對這個市場的干擾 以前當我們在談電影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是影迷 或者是觀眾之間的交流 就是電影好不好 對吧 這個電影好我喜歡 不好我不喜歡 那你不看就完了嗎 吵一吵也沒有關係 就說最多你不看 或者說在 大家說這個電影不好 或者好不好 因為一般來說 只有影迷之間 才會對一個電影好壞之間 產生一個比較激烈的交流 一般來說 觀眾之間 就說好我就看了 不好我就不看 這事兒也沒什麼大余 雖然有分歧 他底色是什麼 我愛電影 但是你說的飯圈那幫人 他不在乎電影 就是今年呢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是今年 以前就出現了 但是以前都是 他們主要聚集在這個聚集領域 流量明星 或者說偶像 他們自帶粉絲 然後形成了一個 很激情的飯圈文化 還有那個戰場 主要在微博的熱搜 和微博的那個叫什麼超話 現在他們把戰場 開始挪到了豆瓣 豆瓣到現在為止 仍然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電影評分的網站嘛 對 就是無名這部電影開分 開得非常晚 為什麼呢 是因為豆瓣還專門顯示了 說現在有過多的異常評論 所以只能隨機顯示 這個就導致了這個就是電影呢 一個正常的這樣的一個商業評論體系 和口碑評論體系 遭遇了一個衝擊 甚至有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聲譽 我覺得這個是很糟的一個現象 它是過去的幾年的也是一個累積 當然從大環境來說 這個心情都不好 可能本來這種爭議壓抑釋放 變得更極端 然後呢本來不是飯圈的人 也可能加入了這個亂戰 我現在可能也分不清楚 然後還有人又說各種 我還反對另外一個就是各種的陰謀論 什麼資本戰爭各種各種 都脫離了電影本身 我是希望藉著我們自己的這個節目 跟大家表達 我們不想知道說過多的去陰謀論 去追尋它去調查它 我們只想靜下心來去跟大家討論電影 春節檔的電影雖然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特殊的檔期 但是就是網上流行的那些陰謀論 絕大多數都是無稽之談 中國現在還健康的電影公司 有多少家 沒多少家了 春節檔電影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 片頭的這個出品公司 你會發現很多出品公司之間 都是相互交叉的 這部電影有五家公司 然後這部電影可能 今年貓眼就好幾部啊 七部裡面三四部吧 也就是換句話說 光線說錯了光線 也就是換句話說呢 其實這些電影出品公司 他們基本上很多電影他們都參與出品 對 也就不存在著左手打右手的問題 因為按照很多陰謀論的說法 這簡直就是豬八戒肯豬蹄 你知道吧 這不對啊 起碼在電影這個領域 資本沒有那麼大的體量 我們也沒有多少資本 才多少錢才多少票房 才幾家真正靠譜的公司 大家手心手背都是肉 經常一個上海電影節的論壇 永遠是那幾位老總馬上一坐 真有啥陰謀啥呀 這個就是所以這個行外話 就有時候太業餘 我們就就沒法去懶得去搭理和辯駁 作為一個就是影評類的節目 我們也同時也是從業者 我們覺得還是有必要跟這些年輕的觀眾 交流一下 去交流和解釋溝通 就是很多事情並不是很想念 但是我的心態 解釋和交流和溝通 是對那些大家以遠靜下心來 跟我們討論的對象 至於如果上來就是極端言論 或者說扣帽子 或者先入為主的偏見 的確大家也先別討論了 你該幹嘛幹嘛 我也該我們認真做我們的事 對在網絡上呢 這種事特別簡單 咱們就拉黑就完了 一拍兩散各生歡喜 您看不過我呢 就別來這兒添賭 為什麼呢 因為我根本看不見你 就是你都不 你想給我添賭這點小小的願望 都滿足不了你 這個就何必呢 借著2023年的春節黨 我們用美洲影評這樣的 特別正經 坐下來跟大家聊天啊 近次沒連線 對吧 也是對那個前瞻的一次回應 但更重要的是 咱倆正式的坐下來 好好的聊聊 有好多年沒有幹這事了 對對 因為那個年前啊 就是我跟郭亞迪 在北京見了一邊 後來他就行色匆匆 又回上海念書去了 然後後來我們倆 就是連線著 錄了一期這個前瞻節目 然後大家反應也很好 很多朋友 就說很懷念那段美好的時光 對 然後正好呢 這個過完年郭亞迪也回北京了 那借著這個機會呢 就像大家說的 好像已經有9年沒有見過 對 就是我們就是在這裡 錄這麼一期節目呢 實際上是對過去這些年 仍然一直在支持 我們的觀眾朋友 已經讓沒有忘記 我們的觀眾朋友 其實 表示一個感激 表示一個感激 對 雖然9年那麼久 但是經常 不管是網上 還是現實生活當中 總是被人Q 甚至我昨天晚上參加的 方索的活動 現在還有好幾個 咱們節目的觀眾 對 然後大家看到你以後就說 哎 那不是那張臉 旁邊的誰嗎 這個梗永遠存在 就是 真的就是來奔現一下 我們的老節目觀眾 所以真的全國各地的朋友 我們表示感謝 對 那些沒有忘記我們的朋友 表示個感謝 然後呢 也藉這個機會呢 跟那些一直關注我們的老朋友們 就是交流一下 我們這些年都幹了什麼 我們現在 我們仍然是 就是對於我來說 我仍然是一個職業電影人 對 然後在過去這些年裡面 我仍然就是沒有忘記中國電影 一直在這個 就是創作一線 在默默的這個耕耘啊 和奮鬥 或者說掙扎 我是不斷的掙扎 從電影的一線 掙扎到了二線 然後現在 依然是一個戶外極限耐力運動的愛好者之外 還成了一個 剛才提到嘛 在上海跑到上海去 上海交通大學 讀一個全日的博士一年級而已 但是並不影響 我們過去這個節目 14年之前的 對電影的熱愛的初衷 這點是不會變的 對 我們之所以今天在這裡還坐在一塊聊這個電影 是因為 中國電影在過去這個三年或者四年的時間裡面 剛剛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和痛苦的這麼一個低潮期 然後在今年2023年的春節黨呢 中國電影終於開始了一個緩慢的這麼一個復蘇過程 對 那對於我們倆來說呢 就是我們一直熱愛中國電影 一直熱愛電影 我們作為個體 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幫助到中國電影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的作為 雖然個體的力量微不足道 我們坐在這裡聊電影還是希望幫助到觀眾 能夠讓你們重新喚起對電影的熱情 然後能夠重新看到中國電影的希望 幫助我們的觀眾 能夠了解到更多有趣的電影幕後 以及幫助大家 就是用一種更加積極健康的方式去看待電影 對 我自己呢 雖然深處在二線 自己呢 同來對電影一直在做自己的網課 自己做自己的課題研究 包括這次讀博士 依然是從學術的角度 對電影的未來做一個探索 而且呢 我依然會在這樣的疫情 剛剛過去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 我依然相信 保護內心的熱愛生活的那個火苗 很多一部分是來自於我們熱愛電影的朋友們 曾經那些最棒的優秀的作品 帶給你的那個悸動 那個感觸 我不希望它被遺忘掉 我希望我們通過我們這樣的對話 能夠不斷的喚起 不斷的幫你發現新的感動 新的火苗 最後讓你對生活依然充滿熱情 這是我的內心 我們倆的應該都是這樣的初衷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去看電影的原因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希望在這裡呢 跟大家做一個這個感謝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在新的一年裡面 享受到更多的好電影 然後同時積極的面對自己的人生 面對我們未來可能面對的各種驚濤海浪 保持內心寧靜 然後同時不喪失希望 對我們通過對2023年春節黨的這算串講對話 美中影評的形勢也算給大家在這拜個年吧 對對對 希望大家像我一樣 狡兔三哭 多賺大家 不行我憋不下去 祝福詞我特別不會 要不你來 吉祥話我真的不太會說 我也不太會 我也不太會 因為就是對於看我們節目的觀眾來說 就是我們也不需要什麼吉祥話 這還是那句話 就是保持內心寧靜 尋找屬於自己的力量 然後認定的去面對未來可能的人生 不管怎麼樣 就是不要忘記看好電影 因為好的電影 能夠幫助我們去拓展人生 能夠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光明和黑暗 同時讓我們不忘記自己對生活的熱愛 好吧 那我們最後還是把我們的內心話 再從頭來一遍 然後結束我們今天的所有的錄製 大家好 我是關亞迪 我是詹佑 熱愛電影的我們終將找到彼此 關於電影的一切 我們都略知一二 這裡是美中影評